《猎王记》上第一章 大魏王老了,年事已高,他们虽用许多衣服盖着他,他仍不感到暖和。 所以,他的臣仆对他说, 不如为我主我王寻找一个年轻的处女,使他事后在王面前照顾王,睡在王的怀中,好使我主我王得到暖和。 于是,他们在以色列全境寻找一个美貌的少女,结果找着了一个书念的女子,雅比萨,就把她带到王面前。 这少女极其美丽,她照顾王,服侍她,可是王没有与她发生过关系。 那时,哈吉的儿子亚多尼亚妄自尊大,说, 我必做王,就为自己预备了战车,寄兵,又有五十人在她前面奔走。 她的父亲从来没有责难她说,你为什么这样做呢? 她的容貌也很英俊,她是在压沙龙之后生的。 亚多尼亚与席鲁亚的儿子约亚和雅比亚他祭司商议之后,二人都答应支持她。 但萨都祭司,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亚,拿丹先知, 世美,利乙和大魏的勇士都不拥护亚多尼亚。 有一天,亚多尼亚在尹罗杰旁边,索西列的磐石那里, 宰杀牛羊和肥畜,邀请她所有的兄弟, 就是王的众子和所有做王的臣仆的犹大人来参加宴席, 只是没有邀请拿丹先知、比拿亚、众勇士和她的兄弟索罗门。 拿丹对索罗门的母亲巴士巴说, 哈吉的儿子亚多尼亚做了王,而我们的主大卫还不知道, 你难道没有听见吗? 现在你来,我可以给你出一个主意, 好救你的性命和你儿子索罗门的性命。 你进去见大魏王,对他说, 我主我王,你不是曾经向卑女启示说, 你的儿子索罗门必接续我做王, 他要坐在我的王位上吗? 现在,为什么亚多尼亚做了王呢? 你还在那里与王说话的时候, 我会随后进来,证实你的话。 于是,巴士巴进到内室去见王, 王很老了, 书念的女子雅比萨正在服侍王。 巴士巴向王俯伏叩拜, 王问, 你要什么? 他回答说, 我主啊, 你曾经指着耶和华你的神向卑女启示说, 你的儿子索罗门必接续我做王, 他要坐在我的王位上, 可是, 现在亚多尼亚做了王了, 而我主我王, 你还不知道? 他宰杀了许多公牛, 肥畜和羊, 邀请了王所有的儿子, 亚比亚他祭司和军队的元帅约压, 却没有邀请王的仆人索罗门。 我主我王啊, 现在以色列众人的眼睛都看着你, 等你告诉他们谁要坐在我主我王的王位上, 接续你做王, 否则, 到我主我王与列祖同睡之后, 我和我的儿子索罗门就要被算为罪人了。 巴士巴还在与王说话的时候, 拿丹先知就进来了, 有人告诉王说, 拿丹先知来了。 拿丹来到王面前, 向王叩拜。 拿丹说, 我主我王啊, 你曾说过, 亚多尼亚要接续我做王, 坐在我的王位上吗? 今天他下去宰杀了许多公牛, 肥畜和羊, 又请了王所有的儿子, 众军长和亚比亚他祭司。 他们正在亚多尼亚面前又吃又喝, 说, 亚多尼亚王万岁, 只有我, 就是你的仆人, 萨都祭司, 耶和耶大的儿子比亚亚和你的仆人索罗门, 他都没有邀请。 我主我王是不是做了这事, 而你没有告诉你的众臣仆, 谁要接续我主我王做你的王位呢? 大卫回答说, 赵巴士巴到我这里来。 于是, 巴士巴来到王面前, 站在那里。 王说, 启示说, 我指着曾经救我的性命, 脱离一切患难的, 永活的耶和华启示, 我从前怎样指着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向你启示, 说, 你的儿子索罗门必接续我做王, 要坐在我的王位上, 我今天也必照样行。 于是, 巴士巴面福在地, 向王叩拜, 说, 愿我主大卫王万岁, 大卫王又说, 赵萨都祭司, 拿丹先知, 和耶和耶大的儿子, 比拿雅, 到我这里来。 他们都来到王面前, 王就对他们说, 你们, 要带着你们主人的仆人, 使我的儿子索罗门, 骑上我的骑上我的骡子, 送他下到鸡训去。 在那里, 萨都祭司和拿丹先知, 要高丽他做以色列的王, 你们要吹脚说, 索罗门王万岁, 然后你们要跟随他上来, 他要来坐在我的王位上, 他要接续我做王, 我已经立了他, 做以色列和犹大的统治者。 耶和耶大的儿子, 比拿雅回答王说, 阿们, 愿耶和华, 我主我王的神, 也是这样说。 耶和华怎样与我主我王同在, 愿他也照样与所罗门同在, 使他的王位, 比我主大魏王的王位更伟大。 于是, 萨都祭司, 拿丹先知和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雅, 以及基利提人和比利提人都下去, 使索罗门骑上大魏王的骡子, 送他到基训去。 萨都祭司从账目里拿出那层高游的脚, 高立索罗门, 然后有人吹脚, 众民就说, 索罗门王万岁, 众民都跟随他上去, 吹着笛子十分欢乐, 以致大地也因他们的声音阵列。 亚多尼亚和所有与他在一起的宾客, 刚刚吃完了饭, 听到这声音。 约亚听到绞声, 就说, 城里为什么有这样喧嚷的声音呢? 他还在说话的时候, 亚比亚他祭司的儿子约纳丹来了。 亚多尼亚对他说, 进来吧, 你是个忠义的人, 一定带来了好消息。 约纳丹对亚多尼亚说, 不好了, 我们的主大魏王已经立了索罗门为王了。 王拆派萨都祭司、 拿丹先知和耶和耶大的儿子彼拿亚, 以及基利提人和比利提人, 与所罗门同去, 他们使所罗门骑上王的骡子。 萨都祭司和拿丹先知已经在积训高丽他作王, 众人都从那里欢欢喜喜上路, 你们听见的声音, 就是城里的喧闹声。 不但索罗门已经坐在这王国的王位上, 而且王的臣仆也来为我们的主大魏王祝福说, 愿你的神使索罗门的名声比你的更尊荣, 使他的王位比你的更伟大。 王就在床上屈身下拜, 王又这样说, 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 因为他今天赐了一人坐在我的王位上, 也使我亲眼看见这事。 亚多尼亚所有的宾客都惧怕, 大家起身各自逃走了。 亚多尼亚惧怕索罗门就起来去抓紧祭坛的脚。 有人告诉索罗门说, 亚多尼亚惧怕索罗门王, 他现在抓紧祭坛的脚说, 愿索罗门王今天向我启示, 绝不会用刀杀死他的仆人。 索罗门说, 他若是做一个中义的人, 他的头发连一根也不会掉在地上, 但在他身上若是发现有什么恶行, 他必定死。 于是索罗门派人去把亚多尼亚从祭坛上带下来, 他来向索罗门叩拜, 索罗门对他说, 回你的家去吧。 猎王记上第二章 大魏的死骑近了, 就嘱咐他的儿子索罗门说, 我现在要走世人必走的路了。 你当坚强做大丈夫, 谨守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 遵行他的道, 按摩西律法所写的, 谨守他的律例, 借命, 这样无论你做什么, 无论你往哪里去, 都可以亨通。 这样, 耶和华必监力他所说有关我的话, 说, 如果你的子孙谨慎自己所行的, 一心一意, 诚诚实实行在我面前, 就不断有人做以色列的王位了。 你也要知道, 西路亚的儿子约亚对我所行的, 就是对以色列的两个元帅, 尼尔的儿子亚尼尔和义铁的儿子亚马萨所行的。 他杀了他们, 在和平的时候流他们的血, 像作战时一样, 把战争的血染在他腰间所束的带子上, 和脚上所穿的鞋子上。 所以, 你要凭你的智慧而行, 不要让他白发到老, 平平安安下到阴间。 但是, 你要恩待激烈人巴西来的众子, 是他们与你同席吃饭。 因为, 我逃避你哥哥鸭沙龙的时候, 他们拿食物来迎接我。 与你在一起的, 有巴护林的变雅敏人, 基拉的儿子侍美。 我往马哈念去的那天, 他用狠毒的咒语咒骂我。 后来, 他下到约旦河来迎接我的时候, 我就指着耶和华向他起誓, 说, 我必不用刀杀死你。 现在, 你不要以他为无罪, 你是个聪明人, 你必知道该怎样待他, 使他白发苍苍, 流血下到阴间。 大卫与他的立祖同睡, 葬在大卫城里, 大卫做以色列王四十年, 在西伯伦做王七年, 在耶路撒冷做王三十三年。 于是, 所罗门坐在他父亲的王位上, 他的国非常稳固。 哈吉的儿子亚多尼亚去见所罗门的母亲拔士巴, 拔士巴问他, 你来是为和平吗? 他回答, 是为和平来的。 他又说, 我有话对你说。 拔士巴说, 你说吧。 亚多尼亚说, 你知道, 这国位原是我的, 以色列众人都希望我做王, 不料, 国位反归了我的弟弟, 因为他得着国位是出于耶和华。 现在, 我有一事请求你, 请你不要拒绝。 拔士巴对他说, 你说吧。 他说, 求你向所罗门王说, 请他把书念的女子雅比萨赐给我做妻子, 因为他必不会拒绝你。 拔士巴说, 好吧, 我必为你向王请求。 于是拔士巴去见所罗门王, 为亚多尼亚的事向他请求。 王起来迎接他, 向他下拜, 然后坐在自己的王座上, 又吩咐人为王的母亲摆设一个座位。 他就坐在王的右边。 拔士巴说, 我有一件小事求你, 请不要拒绝我。 王对他说, 母亲, 你说吧, 我必不会拒绝你。 拔士巴说, 请把书念的女子雅比萨赐给你哥哥雅多尼亚做妻子。 所罗门王回答他母亲说, 你为什么要为亚多尼亚求书念的女子雅比萨呢? 你也可以为她求这个国位, 因为她是我的哥哥。 又有亚比亚他祭司和席路亚的儿子约亚拥护他。 于是, 所罗门王指着耶和华启示说, 如果亚多尼亚不应说了这话而送命, 愿神惩罚我, 并且加倍惩罚我。 现在, 我指着永活的耶和华, 那位建立了我, 使我坐在我父亲大位的王位上, 又照他所应许, 为我建立家世的启示。 今天, 亚多尼亚必被处死。 于是, 所罗门王拆派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亚去击杀亚多尼亚, 他就死了。 王对亚比亚他祭司说, 你回亚拿图自己的田地去吧, 你本来是该死的, 但我今天不杀死你, 因为你在我父亲大位面前抬过主耶和华的约会, 又与我父亲同受一切苦难。 所罗门就罢免了亚比亚他, 不准他做耶和华的祭司, 这样就应验了耶和华在侍罗所说有关以利家的话。 约亚虽然没有拥护过亚沙龙, 但曾拥护亚多尼亚, 这消息传到约亚那里, 他就逃到耶和华的账目里去, 抓紧祭坛的脚。 有人告诉所罗门王, 约亚逃到耶和华的账目里去了, 现在就在祭坛的旁边。 于是所罗门拆派耶和耶大的儿子彼拿亚去, 说,你去把他杀死。 彼拿亚来到耶和华的账目那里, 对约亚说, 王这样吩咐说, 你出来。 约亚说, 我不出去, 我要死在这里。 于是, 彼拿亚回复王说, 约亚这样说, 他这样回答我。 王对彼拿亚说, 你照着约亚的话行吧, 杀死他, 把他埋葬, 好叫约亚所流无辜人的血, 从我和我父的家除去。 耶和华必使约亚流无辜人的血的罪, 归到他自己头上, 因为他击杀了两个比他又公义又良善的人, 就是用刀杀了以色列的元帅, 尼尔的儿子亚尼尔, 和犹大的元帅, 义帖的儿子亚马萨。 这事, 我的父亲大卫一点都不知道。 远留这二人的血的罪, 归到约亚和他后裔的头上, 直到永远。 但大卫和他的后裔, 他的家和他的国, 却要从耶和华那里得享平安, 直到永远。 于是, 耶和耶大的儿子彼拿亚上去击杀他, 把他杀死, 葬在旷野约亚自己的家中。 王任命耶和耶大的儿子彼拿亚 取代约亚统领军队, 又任命萨都祭司取代亚比亚他的职位。 王派人去把世美召来, 对他说, 你要为自己在耶路撒冷建造一座房屋, 住在那里, 不可从那里出来到任何别的地方去。 你必须知道, 你哪一天出来, 越过吉伦西, 你那一天就要死。 你留人写的罪, 必归到你自己的头上。 世美对王说, 这话很好, 我主我王怎么说, 你仆人就照着行。 于是, 世美在耶路撒冷住了很久。 三年以后, 世美的两个仆人逃到迦特王 马家的儿子雅吉那里。 有人告诉世美说, 你的仆人在迦特。 于是, 世美起来, 预备好自己的裸子, 就往迦特雅吉王那里去寻找他的仆人。 世美去了, 又把他的仆人从迦特带回来。 有人告诉所罗门, 世美离开耶路撒冷, 往迦特去, 又回来了。 王就派人把世美召来, 对他说, 我不是叫你指着耶和华起事, 并且警告你。 你必须知道, 你哪一天出去到任何别的地方, 你那一天就要死吗? 你也对我说过, 这话很好, 我必听从。 现在, 你为什么不遵守你向耶和华所起的事, 和我吩咐你的命令呢? 王又对世美说, 你自己知道, 你心里的一切恶事, 就是你向我父亲大卫所行的。 现在, 耶和华要把你的罪归到你的头上, 所罗门王却要蒙福, 大卫的王位必在耶和华眼前得奸力, 直到永远。 于是王命令耶和耶大的儿子彼拿亚, 彼拿亚就出去击杀世美, 世美就死了。 这样, 所罗门就巩固了他的国。 列王记上第三章 所罗门与埃及王法老结亲, 娶了法老的女儿, 把他迎进大卫城, 只等到他的王宫、 耶和华的殿和耶路撒冷周围的城墙都建造完了。 不过, 在那些日子, 人民仍然在秋坛上献祭, 因为还没有为耶和华的名建造殿宇。 所罗门爱耶和华, 遵行他父亲大卫的律例, 只是他仍然在秋坛上宰杀和焚烧祭生。 有一次, 王到鸡辩去献祭, 因为那里有极大的秋坛, 所罗门在那祭坛上献上了一千凡祭。 那天晚上在鸡辩, 耶和华在梦中向所罗门显现, 神说, 你无论求什么, 我必赐给你。 所罗门说, 你仆人我父亲大卫以诚实公义和正直的心, 在你面前行事为人, 你就以极大的慈爱代他。 你又为他存留着极大的慈爱, 赐给他一个儿子, 坐在他的王位上, 正如今日一样。 耶和华, 我的神啊! 现在, 你使仆人接续我的父亲大卫做王, 但我还年轻, 不知道应当怎样处事。 仆人住在你拣选的子民中, 这些子民很多, 多的不能数算。 所以, 求你赐给仆人一颗明辩的心, 可以判断你的子民, 能辨别是非。 因为, 谁能判断你这众多的子民呢? 所罗门因为求这些事, 就蒙主的喜悦。 神对他说, 因为你求这事, 不为自己求长寿, 不为自己求财富, 也不求你仇敌的性命, 单单为自己求聪明, 可以明辩是非公平, 我就照着你所求的而行, 赐给你一个智慧和明辩的心。 在你以前, 没有人像你, 在你以后, 也不会有人像你。 连你所没有求的, 我也赐给你, 就是财富, 尊荣, 以至你一生的年日, 在猎王之中, 没有一人能像你。 如果你遵行了我的道, 谨守我的律例, 你的妇人来见王, 站在她面前, 其中一个妇人说, 我主啊, 我和这妇人同住, 她与我在房子里的时候, 我生了一个孩子, 我生了孩子以后的第三天, 这妇人也生了一个孩子, 我们都住在一起, 除了我们两个人在房子里以外, 再没有别人与我们一起在这房子里。 夜间, 这妇人睡觉的时候, 压死了她的孩子, 她却在半夜趁着悲女睡着的时候, 起来, 从我身旁把儿子抱去, 放在她的怀里, 又把她死了的儿子放在我的怀里。 第二天, 早上我起来, 要给我的儿子吃奶的时候, 发觉她死了, 那天早晨, 我再仔细查看, 发觉她并不是我所生的儿子。 那一个妇人说, 不, 活的儿子是我的, 死的儿子才是你的。 但这一个妇人说, 不, 死的儿子是你的, 活的儿子才是我的。 他们在王面前彼此争辩。 王说, 这个妇人说, 活的儿子是我的, 死的儿子才是你的。 那个妇人却说, 不, 死的儿子是你的, 活的儿子才是我的。 王就吩咐, 给我拿一把刀来。 人就把刀带到王面前。 王说, 把活的孩子劈成两半, 一半给这个妇人, 一半给那个妇人。 那活孩子的母亲, 因为爱子心切, 就对王说, 我主啊, 把那活的孩子给她吧, 千万不可杀死她。 另一个妇人却说, 这孩子也不归我, 也不归你, 把他劈开吧。 王回答说, 把活孩子给这个妇人, 千万不可杀死她。 这个妇人实在是她的母亲。 以色列众人听见王判断的这案件, 就都敬畏她, 因为看见她心里有神的智慧, 能够判案。 猎王纪上第四章 索罗门王做了全以色列的王, 以下这些人是她的官员。 萨都的儿子亚萨利亚做祭司, 施杀的两个儿子, 以利和列和亚西亚做书记。 亚西律的儿子约沙法做使官, 以和耶大的儿子比拿亚统领军队, 萨都和亚比亚他做祭司。 拿丹的儿子亚萨利亚做幕僚长。 拿丹的儿子萨布德做祭司, 他也是王的朋友。 亚西萨做家宰。 亚比大的儿子亚多尼兰 掌管扶劳义的人。 索罗门在全以色列立了十二个官员, 他们为王和王家供应食物, 每人每年供应一个月。 以下是他们的名字。 辩护尔在以法连山地。 辩迪甲在马加斯、沙滨、 伯士迈、以伦和伯哈南。 辩西西在雅鲁伯。 缩哥和西服全地是属他管理的。 辩亚比拿达在拿法多尔全境。 他娶了索罗门的女儿他法为妻。 亚西律的儿子巴拿在他那、 米吉多和伯善全地, 由伯善到亚伯米和拉, 再到约克米岸之外。 辩西列在基列的拉末。 马拿西的子孙雅尔在基列的村落是属他的。 巴山的雅尔哥伯地的六十座, 有城墙和铜栓的大城也是属他的。 亦多的儿子亚西拿达在马哈念。 亚西马斯在拿弗塔利, 他娶了索罗门的女儿巴什摩为妻。 护筛的儿子巴拿在亚社和亚路。 帕鲁雅的儿子约沙法在以撒加。 以拉的儿子士美在汴雅敏。 乌利的儿子基别在基列地, 就是从前亚摩利王西红和巴山王鄂之地, 这地只有一个官员管理。 犹大人和以色列人很多, 像海边的沙那样多, 他们都吃喝快乐。 所罗门统治列国, 从大河到菲利士地, 直到埃及的边界。 这些国家在所罗门在世的日子, 都向他进贡,服侍他。 所罗门每天的食物是 细面粉五千公升, 粗面粉一万公升, 肥牛十头, 草场的牛二十头, 羊一百只。 此外还有鹿, 羚羊, 袍子和肥琴。 因为所罗门统治大河西边, 从提福萨直到迦萨的全境, 和大河西边的猎王, 所以他的四境都平安无事。 所罗门在世的日子, 犹大和以色列人, 从旦到别世巴, 都各在自己的葡萄树下 和无花果树下安然居住。 所罗门有套车的马四万匹 和寄兵一万二千人。 那些官员分别每月供应所罗门王 和所有与所罗门王一同作息的人的食物, 从没有缺少。 他们也各按各的职份, 供给拉车的马和快马吃的大麦和干草, 送到指定的地方。 神赐给所罗门智慧, 极大的聪明和广大的心, 好像海边的沙那样无限无量。 所罗门的智慧大过所有东方人的智慧, 大过埃及人的一切智慧。 他比万人都有智慧, 胜过以色拉人、以探和马和的三个儿子 西曼、贾戈、达大的智慧。 他的名声传遍了四周列国, 他说了箴言三千句, 他的诗歌有一千零五首。 他讲论草木, 从黎巴嫩的香薄木, 到生长在墙上的牛西草。 他也讲论走兽、飞禽、爬虫和鱼类。 万族之中和地上猎王之中, 听闻所罗门的智慧的, 都有人来听所罗门的智慧。 猎王纪上第五章 推罗王西兰听见以色列人高丽了所罗门接续他父亲做王, 就派遣自己的臣仆来见所罗门, 因为西兰一向爱大魏。 所罗门也派遣人去见西兰, 说, 你知道我的父亲大魏为了四周的战事, 在耶和华使敌人都浮在他的脚下以前, 他不能为耶和华他的神的名建造殿雨。 但是, 现在, 耶和华我的神使我四境太平, 没有仇敌, 也没有灾祸, 所以, 我有意要为耶和华我的神的名建造殿雨。 正如耶和华曾对我的父亲大魏说, 你的儿子就是我要使他揭训你坐在王位上的, 要为我的名建造殿雨。 现在, 请你命令人从黎巴嫩为我砍伐乡伯木, 我的仆人要与你的仆人一起工作, 至于你的仆人的工资, 我必按照你所说的付给你, 因为你也知道, 我们中间没有人像西顿人那样善于砍伐树木。 西兰听见了所罗门的话就十分欢喜, 说, 今天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 因为他赐给了大魏一个有智慧的儿子, 治理这么众多的人民。 于是西兰派遣人去见所罗门, 说, 你派人来向我所传的消息, 我都听到了。 关于香伯木和松木的事, 你心所愿的, 我都照办。 我的仆人要把这些木材从黎巴嫩运下海中, 我会把木材扎成木筏, 从海上运到你指定我的地方去。 我在那里把木材拆开, 你就可以运走。 你也要成全我的心愿, 用粮食供应我家。 于是西兰照所罗门所想要的, 供给他香伯木和松木。 所罗门也给了西兰麦子两千公顿, 全油四十万公升, 作为他的家的食物。 所罗门年年年都这样供给西兰, 耶和华照着他应许所罗门的, 把智慧赐给他。 西兰与所罗门之间彼此和平相处, 二人互相立约。 所罗门从以色列众人中征召做苦工的人, 这些做苦工的人共有三万, 派他们轮搬上黎巴嫩山去, 每月一万人。 他们一个月在黎巴嫩山上, 两个月在家里。 管理这些做苦工的是亚多尼兰。 所罗门有七万个搬运重物的工人, 有八万个在山上凿石的石匠。 除此以外, 所罗门还有三千三百个监管工作的官长, 管理做工的人民。 王下令, 人就开凿出又大又贵重的石头, 用凿好的石头做垫的地基。 所罗门的工匠, 西兰的工匠 和加巴勒人把石头找好, 又预备建造垫羽用的木料和石料。 猎王记上第六章 以色列人出埃及地以后四百八十年, 所罗门做以色列王的第四年西服月, 就是二月, 他动工建造耶和华的垫。 所罗门为耶和华所建的垫, 长二十七公尺, 宽九公尺, 高十三公尺半。 垫的前廊长九公尺, 和垫的宽度一样, 宽四公尺半。 又为垫做了窗架子, 内宽外窄的窗户。 紧靠垫墙就是围着外垫和内垫的墙, 他又建造平台, 围绕垫的四周, 做成厢房。 厢房的下层宽两公尺两公寸, 中层宽两公尺七公寸, 第三层宽三公尺一公寸。 他在垫墙外面四周留有暗架, 所以梁木不必插入垫墙里。 建垫是用采石厂预备好了的食料, 所以建垫的时候, 在垫里听不到锤子、 斧头或任何铁器的声音。 厢房的下层门在垫的右边。 人可以从螺旋形梯子上厢房的中层, 再从中层上到第三层。 所罗门建垫, 建造完成以后, 就用香薄木的栋梁和香薄木的木板 做垫的天花板。 靠着圣殿所建的厢房, 每层高两公尺两公寸, 都用香薄木的梁木与垫连接。 耶和华的话临到所罗门说, 关于你正在建造的这殿, 如果你遵行我的律例, 实行我的典章, 谨守我的一切诫命, 并且照着去行, 我就必向你实现 我应许你父亲大位的话。 我必住在以色列人中间, 也必不离弃我的子民以色列。 所罗门建殿并且建造完成。 殿内的墙壁从地面到天花板, 都贴上香薄木。 殿内的地面都铺上松木板。 右键内殿长九公尺, 从地面到天花板。 它用香薄木板隔开, 成为制圣所。 内殿前面的外殿长十八公尺。 殿的内部都贴上香薄木, 上面刻有刨瓜和初开的花朵, 全部都是香薄木。 一块石头都看不见。 它在殿中预备了内殿, 好把耶和华的约柜安放在那里。 内殿长九公尺, 宽九公尺, 高九公尺。 内部都贴上金金。 用香薄木做的檀也贴上金金。 殿的内部索罗门都贴上金金。 把金链挂在内殿的前面, 内殿也都贴上金金。 它把整个的殿都贴上金子, 直到整个的殿都贴完。 在内殿的檀, 整个都贴上了金子。 在内殿, 它用橄榄木做了两个记录帛, 各高四公尺四公寸。 第一个记录帛, 一边的翅膀长两公尺两公寸, 另一边的翅膀也是两公尺两公寸。 由这翅膀尖到那翅膀尖, 共有四公尺四公寸。 第二个记录帛的两个翅膀, 也是四公尺四公寸长。 两个记录帛的大小和样式都是一样的。 第一个记录帛高四公尺四公寸, 第二个记录帛也是一样。 它把两个记录帛安放在内殿里面。 记录帛的翅膀是张开的。 这一个记录帛的一个翅膀接到这一边的墙壁, 另一个记录帛的一个翅膀接到另一边的墙壁。 它们另外的两个翅膀在垫的中间彼此相接。 它又把这两个记录帛贴上金子。 内垫和外垫周围的墙壁上, 它都刻上记录帛、棕树和初开的花朵的雕刻。 内垫和外垫的地板上也都贴上金子。 内垫的入口, 它用橄榄木做了门扇、门楣和五根门柱。 它在橄榄木做的两门上, 雕刻上基录帛、棕树和初开的花朵。 它又在基录帛和棕树上包上了金子。 它又照样为外垫的门, 用橄榄木做了四根门柱。 用松木做的两扇门, 这一扇有两叶是叠合在一起的。 那一扇也有两叶也是叠合在一起的。 它又在上面刻上了基录帛、棕树和初开的花朵。 又在雕刻上紧贴上金子。 它又用枣好了的石头三层, 橄榄木一层建造内院。 所罗门在位第四年西服月, 奠定了耶和华殿的根基。 第十一年布勒月,就是八月, 圣殿各部分都按照计划完工了。 所罗门共用了七年的时间建造圣殿。 《猎王纪上》第七章 所罗门为自己建造宫殿花了十三年才完成。 他又建造黎巴嫩林宫, 长四十四公尺, 宽二十二公尺, 高十三公尺半。 有四行香薄木的柱子, 柱子上有香薄木的横梁。 柱子每行十五根, 共四十五根。 柱子上有香房, 是用香薄木盖屋顶的。 有窗框三行, 窗与窗相对, 共有三层。 所有的门和窗都有四方的框子, 有窗三层, 窗与窗相对。 他又建造柱廊, 长二十二公尺, 宽十三公尺半。 在柱廊前有篮子, 在篮子前又有柱子和台阶。 又建造王室座廊, 就是审判廊。 他在这里执行审判。 由地板到天花板, 都贴上香薄木板。 索罗门自己住的宫殿, 是在廊后的另一个院内, 建造法相同。 他又为他娶法老的女儿, 建造一座宫院。 建法与这廊子一样。 从根基到屋檐, 从外院到大院, 这一切都是用贵重的石块, 按尺寸凿好, 用锯子内外锯齐的石块建成的。 根基也都是用贵重的大石块, 有长四公尺的, 也有长三公尺半的。 上面有按着尺寸凿好的贵重石块和香薄木。 大院的周围, 有凿好的石头三层, 香薄木一层, 与耶和华的内院和殿狼一样。 所罗门王派人去把护兰从推罗接来。 护兰是拿夫塔利支派中一个寡妇的儿子。 他父亲是推罗人, 是个铜匠。 护兰满有智慧、 聪明和知识, 能做各样铜工。 他来到所罗门王那里, 做王的一切工作。 他铸造了两根铜柱, 每根高八公尺, 圆周五公尺三公寸。 他又用铜铸造了两个柱顶, 安放在柱头上。 每个柱顶高两公尺两公寸。 他又为柱头上的柱头顶, 做了两块网子和便结成的链子。 每个柱顶有七块。 他又做了两行石流, 围绕在柱头上, 柱顶的网子上。 两个柱顶都是这样。 篮子里柱头上的柱顶, 刻有百合花细弓。 两根柱子上, 柱顶的古杜上, 网子旁边, 各有石流二百个, 分两行环绕着。 他把这两根柱子树立在殿廊的前面。 树立在南边的柱子, 它起名叫雅金。 树立在北面的柱子, 起名叫波阿斯。 在柱子的上头, 可有百合花的细弓。 这样, 做柱子的工作就完成了。 他又铸造了一座圆形的铜海。 从这边到那边, 四公尺, 四公寸。 高两公尺, 两公寸。 圆周十三公尺, 两公寸。 在铜海边缘以下, 有刨瓜围绕着。 每四十五公分十个。 刨瓜共有两行, 是铸造铜海的时候, 一并铸造上去的。 铜海安放在十二头铜牛背上, 三头向北, 三头向西, 三头向南, 三头向东。 铜海是在铜牛之上, 牛尾都向内。 铜海厚七公分半, 边缘好像杯子的边缘, 又好像百合花类, 能盛水四万公升。 他又做了十个铜盆座, 每个长一公尺八公寸, 宽一公尺八公寸, 高一公尺三公寸。 盆座的做法是这样, 盆座有树边, 各边都连接在盆架中。 在盆架间的各边上, 有狮子、 牛和鸡鹿帛。 盆架上有座, 狮子和牛的上下都有花纹的浮雕。 每个盆座都有四个铜轮和铜轴。 在盆座以下的四脚上, 有筑成的支架, 各边都刻有花纹。 盆座的口从内圆到顶, 高四十五公分。 盆口做圆形, 照盆架上的那座的样式, 直径六十六公分。 盆口的边上也有雕刻。 盆座的边是四方形, 不是圆形的。 盆座的四个轮子是在盆边的下面, 轮座与轴相接。 每个轮子高六十六公分。 轮子的形状好像车轮的做法。 轮轴、轮网、轮符、轮毂都是筑成的。 每一个盆座的四脚都有四个支架。 支架是与盆座一块筑成的。 盆座顶上有一个圆圈, 高二十二公分。 在盆座顶的座的称子和边缘 是与座一块筑成的。 又在称子和边缘的上面 刻有基禄箔、狮子和棕树。 又在各空处周围刻上花纹。 他这样做了十个盆座。 筑法、尺寸和样式都是相同的。 他又做了十个铜盆, 每个铜盆能盛水八百公升。 每个铜盆的直径都是一公尺八公寸。 在十个盆座上, 每个都安放一个铜盆。 他把五个盆座放在殿的南边, 五个放在殿的北边, 又把铜海放在殿的南边, 就是靠东南角的地方。 护栏又做了盆子、铲子和碗。 这样, 护栏为所罗门王完成了在耶和华的殿里 所要做的一切工程。 所做的就是两根柱子 和在柱子顶上碗形的柱顶, 两块遮盖柱子顶上碗形柱顶的网子, 在两块网子上的四百个石榴, 每块网子上留两行石榴, 遮盖在柱子上头两个碗形的柱顶, 十个盆座和盆座上的十个铜盆, 一个铜海和铜海下的十二头铜牛, 锅、铲子和盘子。 以上这一切器皿都是护栏为所罗门 在耶和华的殿里用磨量的铜做成的, 是王在约旦平原, 在舒戈与萨拉之间用泥磨铸造的。 这一切器皿, 所罗门都没有称算过, 由于数量太多, 铜的重量也无法估计。 所罗门又做了耶和华殿里的一切器具, 就是金坛和放陈设柄的桌子, 内殿前面的金金灯台, 右边五行, 左边五行, 还有金花、金灯盏, 金金的碗盆, 竹简、盘子、条羹和火顶, 内殿至圣所的门框和外殿的门书。 这样, 所罗门为耶和华的殿所做的一切工程都完成了。 所罗门把他父亲大卫分别为上的金银和器皿都运了来, 存放在耶和华殿的库房里。 那时, 所罗门把以色列的长老、 各支派的首领和以色列的组长都召集到耶路撒冷自己面前, 要把耶和华的约桂从大卫城,就是西安运上来。 于是,在以他念月,就是七月, 在首节旗的时候, 以色列众人都聚集到所罗门王那里, 以色列的众长老都来到了。 祭司们就把约桂抬起来, 祭司和立位仁把耶和华的约桂、 会幕和会幕里的一切圣器具都运上来。 所罗门王和聚集到他那里的以色列全体会众, 都一同在约桂前献牛羊为祭, 树木多得不可生数, 无法计算。 祭司把耶和华的约桂抬进内殿, 为他预备的地方, 就是至圣所, 放在两个基路伯的翅膀底下, 因为基路伯展开翅膀在约桂所在的地的上面, 遮掩约桂和台桂的杠, 这些杠很长, 在内殿前的圣所可以看见杠头, 在殿外却看不见。 直到今日, 这些杠还在那里, 约桂里面只有两块石板, 这两块石板在以色列人出埃及地以后, 耶和华与他们立约的时候, 摩西在和列山放在那里的。 祭司从圣所里出来的时候, 有云彩充满耶和华的殿, 因为云彩的缘故, 祭司不能站立服饰, 因为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圣殿。 那时索罗门说, 耶和华曾说, 他要住在密云中, 现在我果然为你建造了一座维俄的殿, 做你永远的居所。 于是王把脸转过来, 为全体以色列会众祝福, 全体以色列会众都站着。 索罗门说, 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 因为他亲口对我父亲大卫应许过的, 现在他亲手成全了。 他说, 自从我把我的子民以色列领出埃及的日子以来, 我未曾在以色列的各支派中 拣选一座城建造殿宇, 做我民的居所。 但我拣选了大卫治理我的子民以色列。 我父大卫心里有意要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的名建殿, 但耶和华对我父大卫说, 你心里有意为我的名建一座殿, 你这心意是好的。 然而, 你不要建造这殿, 只有你亲生的儿子, 他必为我的名建造这殿。 现在, 耶和华已经实现了他说过的话, 我已经起来继承我父大卫, 坐在以色列的王位上, 正如耶和华所说过的, 我也已经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的名建造了这殿。 我又为约会预备了一个地方, 这约会里有耶和华的约, 就是他领我们列祖出埃及地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 所罗门当着以色列的全体会众站在耶和华的祭坛前向天伸开双手, 祷告说, 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 天上、地下没有别的神像你。 你对一心在你面前行事为人的仆人守约施慈爱, 你谨守了你应许过你仆人我父大卫的话。 你亲口说过, 也亲手做成, 正如今天一样。 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 现在求你谨守你应许你仆人我父亲大卫的话。 只要你的子孙谨守他们的行为, 像你在我面前所行的一样, 就必不断有人做以色列的王位。 以色列的神啊, 现在求你成就你应许你仆人我父大卫的话吧。 神真的住在地上吗? 看啊, 天和天上的天尚且不能容纳你, 何况我建造的这殿啊。 然而, 耶和华我的神啊, 求你垂顾你仆人的祷告和恳求。 垂听你仆人今天在你面前所做的呼吁和祷告。 愿你的眼睛昼夜看顾这殿, 看顾你所说, 我的名要留在那里的地方。 愿你垂听你仆人向这地方所发的祷告。 你仆人和你的子民以色列向这地方祷告的时候, 求你垂听他们的恳求。 求你在天上的居所垂听, 垂听而赦免。 如果有人得罪他的邻居被迫启示, 他来到这殿, 在你的祭坛前启示的时候, 求你在天上垂听, 采取行动, 审判你的仆人, 定恶人有罪, 使他所行的都归到他自己的头上, 定义人有礼, 照着他的公义赏赐他。 你的子民以色列若是得罪了你, 以致在仇敌面前被打败, 又回转归向你, 承认你的名。 在这殿里向你祷告恳求的时候, 求你在天上垂听, 赦免你的子民以色列的罪, 令他们返回你赐给他们列祖之地。 如果他们因为得罪了你, 天就闭塞不下雨。 他们若是向这地方祷告, 承认你的名, 又因你苦待他们, 就离开他们的罪。 求你在天上垂听, 赦免你仆人和你的子民以色列的罪, 指示他们当行的善道, 赐雨水在你的地上, 就是你赐给你子民的产业之地。 如果这地有饥荒, 瘟疫, 汗风, 梅烂, 蝗虫, 马蚱, 或有仇敌, 把他们围困在城里, 无论遭遇什么灾祸, 什么疾病, 你的子民以色列, 或是众人, 或是个人, 知道自己心里的苦痛, 向这殿伸开双手, 所做的一切祷告, 一切恳求。 求你在天上你的居所垂听而赦免, 并且采取行动。 你是知道人心的, 只有你知道万人的心。 求你照着个人所行的报应他, 好使他们在你赐给我们列祖的地上, 一生一世敬畏你。 至于不属于你的子民以色列的外族人, 为了你的名的缘故, 从远地而来。 因为他们听到你的大名, 大能的手, 和伸出来的膀壁。 他们来向这殿祷告的时候, 求你在天上你的居所垂听, 照着外族人, 向你呼求的一切而行。 好使地上的万族万民, 都认识你的名, 敬畏你, 像你的子民以色列一样。 又使他们知道, 我建造的这殿, 是称为你的名下的。 如果你的子民出去与仇敌征战, 无论你派他们到哪处, 他们若是向你所拣选的这城, 并向我为你的名建造的这殿祷告, 求你在天上垂听他们的祷告和恳求, 为他们主持公道。 如果你的子民得罪了你, 没有不犯罪的是人, 你向他们发怒, 把他们交给仇敌, 以致仇敌把他们掳到仇敌的地方, 或是远, 或是近。 在被掳的地方, 他们若是回心转意, 在他们被掳去之地回转, 向你祈求, 说, 我们犯了罪了, 我们犯了过了, 我们做了恶事。 如果他们在俘虏他们的仇敌的地方, 一心一意回转归向你, 又向着你赐给他们列祖的地方, 向你所拣选的这城, 和我为你的名建造的这殿祷告。 求你在天上你的居所垂听他们的祷告和恳求, 为他们主持公道。 赦免得罪了你的子民, 又赦免他们冒犯你的一切过犯, 使他们在掳他们的人面前蒙怜悯。 因为他们是你的子民, 你的产业, 是你从埃及, 从铁炉中领出来的。 愿你睁开眼睛, 看顾你仆人的祈求, 和你的子民以色列的祈求。 他们向你呼求的, 愿你都垂听。 主耶和华啊, 因为你已经把他们从地上万族万民中分别出来, 做自己的产业, 正如你领我们的列祖出埃及的时候, 借着你的仆人摩西所应许的。 所罗门在耶和华的祭坛前屈膝下跪, 向天伸开双手, 向耶和华献完了这一切祷告和恳求以后, 就起来, 站着, 大声给以色列的全体会众祝福, 说, 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 他照着自己一切所应许的, 赐安息给他的子民以色列人, 借着他的仆人摩西所应许一切美好的话, 一句都没有落空。 愿耶和华我们的神与我们同在, 像与我们的列祖同在一样, 愿他不离弃我们, 也不撇下我们, 愿他使我们的心归向他, 遵行他的一切道, 谨守他吩咐我们列祖的诫命, 律例和典章。 愿我在耶和华面前恳求的这些话, 昼夜都不离耶和华我们的神, 好使他天天为他仆人和他的子民以色列人主持公道, 使地上万族万民都知道耶和华是神, 除他以外没有别的神。 所以, 你们的心要完全归给耶和华我们的神, 遵行他的律例, 谨守他的诫命, 像今天一样。 王和所有与他在一起的以色列人都在耶和华面前献祭, 所罗门向耶和华献平安祭, 牛二万二千头, 羊十二万只。 这样, 王和以色列众人为耶和华的殿举行了奉献典礼。 那一天, 因为耶和华面前的同祭坛太小, 容不下樊祭、 宿祭和平安祭生的脂肪, 王就把耶和华殿前院子当中的地方分别为圣, 在那里献凡祭、宿祭和平安祭生的脂肪。 那时, 所罗门与从哈马口直到埃及小河的以色列人, 都在耶和华我们的神面前举行盛大的集会, 首节七天, 又七天, 一共十四天。 到了第八天, 王遣散了众人, 众人都祝福过王以后, 就高高兴兴地回自己的家去。 他们因为看见耶和华向他仆人大卫 和他子民以色列所施的一切恩惠, 心中都感到欢喜。 猎王纪上第九章 所罗门建造完了耶和华的殿, 王公和所罗门可想建造的一切以后, 耶和华就第二次向所罗门显现, 像先前在鸡变向他显现一样。 耶和华对他说, 你在我面前所做的祷告和恳求, 我都已经听见了。 你建造的这殿, 我已经把它分别为圣, 要使我的名永远留在那里, 我的眼和我的心也必常在那里。 至于你, 如果你像你父亲大卫那样, 存诚实和正直的心, 在我面前行事为人, 遵行我一切所吩咐你的, 谨守我的律例和典章, 我就必兼顾你统治以色列的国位, 直到永远。 正如我应许你父亲大卫说, 你的子孙总不断有人做以色列的王位, 你们或是你们的子孙若是转去不跟从我, 不遵守我赐给你们的诫命和律例, 去侍奉别的神, 敬拜他们。 我就必把以色列人从我赐给他们的这地上剪除, 甚至为自己的名分别为圣的这殿, 我也必从我面前把它丢弃不顾, 使以色列人在万族中成为笑谈和讥笑的对象。 这为额的殿必成为废墟, 经过的人都必惊讶, 取笑说, 耶和华为什么像这地和这殿这样做啊? 人要回答说, 是因为他们离弃了那把他们的列祖, 从埃及地领出来的耶和华他们的神, 去亲近别的神, 敬拜他们, 侍奉他们。 因此, 耶和华使这一切灾祸领到他们。 所罗门用了二十年的时间来建造耶和华的殿和王宫这两座建筑物, 因为推罗王西兰曾照着所罗门所喜爱的, 以香伯木、松木和金子帮助他。 于是索罗门王把加利利地的二十座城给了西兰。 西兰从推罗出来看看索罗门给他的这些城, 他不喜欢这些城, 他说, 我的兄弟呀, 这些就是你送给我的城吗? 于是, 他给这些城起名叫加布勒, 直到今日, 西兰送给索罗门约有四千公斤金子。 这是索罗门王征兆弗劳义的建筑耶和华的殿和他自己的王宫, 以及米罗、耶路撒冷的城墙、 夏索、 米吉多和姬色的记录。 先前, 埃及王法老上来攻取姬色, 放火烧城, 杀了住在城里的迦南人, 把城送给自己的女儿, 索罗门的妻子做嫁妆。 所以, 索罗门重建姬色, 夏伯和伦、 巴拉和在犹大地旷野里的塔玛, 以及属于索罗门所有的一切积货城, 屯车城, 马兵城, 与索罗门在耶路撒冷、 黎巴嫩和他统治的各地他喜爱建造的。 所有亚摩利人、 赫人、 比利喜人、 西魏人和耶布斯人余下的人, 他们不是以色列人, 他们的子孙仍然留在那地, 以色列人不能灭绝他们。 于是, 索罗门征召他们做苦工的奴仆 直到今日。 至于以色列人, 索罗门却没有使他们做奴仆, 而是做他的战士、 臣仆、 统领、 军长、 战车长和 祭兵长。 索罗门有都工五百五十人, 负责管理做工的人和监督工程。 法老的女儿从大卫城搬到索罗门为他建造的宫里以后, 索罗门才重建米罗。 索罗门每年三次在他为耶和华建造的祭坛上献上梵祭和平安祭, 又在耶和华面前的坛上烧香, 这样他完成了建殿的工程。 索罗门王又在以东地、 红海边, 靠近以路的以寻加别, 建造船队。 西兰派遣他船队的仆人, 就是熟悉航海的船员, 与索罗门的仆人一同航海, 他们到达了俄斐, 从那里取得黄金约有一万四千公斤, 运到索罗门王那里。 《猎王纪上》第十章 士巴女王听到索罗门 引耶和华的名所得的名声, 就来要用难题试试她。 她带着大批随员到耶路撒冷来, 又有骆驼驮着香料, 许多金子和宝石。 她来到索罗门那里, 就把她心里所有的难题都对她说出来。 索罗门把她所有的问题都给她解说明白, 没有一件事难倒王, 使王不能回答她的。 士巴女王看见索罗门的一切智慧和她建造的宫殿, 桌上的食物, 臣仆的座位, 仆人的侍候, 他们的服饰, 王的酒证和王在耶和华的殿献上的繁迹, 就惊奇地不知所措。 于是, 他对王说, 我在本国听见有关你的事和你的智慧, 原来都是真的。 以前我并不相信那些话, 等到我来了, 亲眼看见, 才知道人告诉我的还不到一半。 你的智慧和财富超过我所听闻的, 属你的人是有福的, 你的这些臣仆是有福的, 他们常常是立在你面前, 聆听你的智慧。 耶和华你的神是应当唱颂的, 他喜悦你, 使你坐在以色列的王位上, 因为耶和华永远喜爱以色列, 所以立你坐王, 要你秉行公义。 于是, 士巴女王把约四千公斤金子, 大批香料和宝石送给王, 以后奉来的香料 再也没有像士巴女王送给所罗门的那么多。 此外, 从俄斐运金子来的西兰船队, 又从俄斐运了大批檀香木和宝石来, 王用檀香木为耶和华的殿和王宫做栏杆, 又为歌唱的做琴瑟, 以后再也没有这样的檀香木运来, 也没有人看见过直到今日。 索罗门王照着士巴女王所愿所求的一切赐给他, 另外又厚厚地馈赠他, 于是女王和他的臣仆都返回本国去了。 索罗门每年收入的金子重两万三千公斤, 另外还有从商人和行商的客税, 阿拉伯猪王和国内省长的收入。 索罗门王用锤炼好的金子做了二百面大盾牌, 每一面大盾牌用金子七公斤, 又用锤炼好的金子做了三百面小盾牌, 每一面小盾牌用金子两公斤。 王把这些盾牌都放在黎巴嫩林宫。 王又做了一个象牙大宝座, 贴上了金金。 那宝座有六级台阶, 宝座的后背有一个圆顶, 坐处的两旁有一个扶手。 扶手的旁边各有一只狮子站立着, 在六级台阶上共有十二只狮子站着, 左边一只,右边一只。 在列国中都没有这样做过。 所罗门的一切悲绝都是金子做的。 黎巴嫩林宫里的一切器皿也都是金金做的, 没有用银子做的。 原来在所罗门王的时代, 银子算不得什么。 因为王有他师船队与西兰船队一同在海上航行, 他师船队三年一次运来金银、象牙、猿猴和孔雀。 所罗门王的财富和智慧超过了世界上所有的君王。 世上所有的君王都要求觐见所罗门, 聆听神赋予他心中的智慧。 他们个人都带着自己的贡物而来, 就是银器、金器、衣裳、军械、香料、马和裸等, 年年都是这样。 所罗门聚集战车和寄兵, 他有战车一千四百辆, 寄兵一万二千人, 安置在屯车城和耶路撒冷, 就是与王在一起。 王在耶路撒冷是银子好像石头一样, 是香伯木好像平原的桑树那么多。 所罗门的马是从埃及和古厄运出来的, 是王的商人从古厄按着定价买来的。 从埃及运上来的车, 每辆银子六千八百四十克, 马每匹一千七百一十克。 赫人众王和亚兰诸王也都是这样经他们的手。 买来的。 猎王记上第十一章 所罗门王除了法老的女儿以外, 又宠爱许多外族女子, 就是摩押女子, 亚门女子, 以东女子, 西顿女子和赫人女子等。 关于这些国家的人, 耶和华曾经吩咐以色列人, 你们不可与他们往来通婚, 否则他们必会引诱你们的心, 去随从他们的神。 但所罗门深深爱恋这些女子。 所罗门有妃七百, 都是公主, 有病三百。 她的妃病, 使她的心偏离了神。 所罗门年老的时候, 她的妃病诱惑她的心偏离了神, 去随从别的神。 她的心不像她的父亲大卫那样, 完全归于耶和华她的神。 因为所罗门随从西顿人的女神亚斯塔路, 和亚门人可赠的偶像米勒公。 所罗门行耶和华看为恶的事, 不效法她的父亲大卫完完全全跟从耶和华。 那时,所罗门为摩押人可赠的偶像基摩和亚门人可赠的偶像摩洛, 在耶路撒冷东面的山上建造秋潭。 他为他取自外族的妃病都这样做, 他们都向自己的神烧香献祭。 耶和华向所罗门发怒, 因为他的心偏离了曾经两次向他显现的耶和华以色列的神。 耶和华为了这事, 曾经吩咐他, 不可随从别的神, 可是他没有遵守耶和华吩咐的。 耶和华对所罗门说, 你既然做了这事, 不遵守我吩咐你的约和律例, 我必夺去你的国, 把国赐给你的一个臣子。 然而, 为了你父亲大魏的缘故, 我不会在你有生之日做这事。 我要从你儿子的手中把国夺去, 只是我不把整个国家夺去。 为了我的仆人大魏的缘故, 又为了我所拣选的耶路撒冷的缘故, 我要给你的儿子留下一个支派。 于是, 耶和华兴起一个人抵挡所罗门, 他是以东王的后裔, 以东人哈达。 从前大魏击败以东, 元帅约压上去埋葬阵王的人的时候, 就把以东所有的男人都杀了。 约压和以色列人在那里住了六个月, 直到把以东所有的男人都除灭了。 哈达与他父亲的几个以东臣仆一起逃往埃及, 那时哈达还是一个小孩子。 他们从米殿动身, 来到巴兰, 又从巴兰带了几个人来到埃及, 见埃及王法老。 法老吩咐人给他一所房子, 供应他粮食, 又赐他一块田地。 哈达在法老面前十分蒙恩, 以致法老把自己妻子的妹妹, 就是王后达比尼的妹妹, 赐给他做妻子。 达比尼的妹妹给他生了一个儿子, 名叫基努拔。 达比尼使他在法老的宫中长大, 基努拔就与法老的众子一起住在法老的宫中。 后来哈达在埃及听说大魏已经与他的立祖同睡, 元帅约压也死了。 哈达就对法老说, 求你容我离去, 我好回到本国去。 法老问他, 你在我这里有什么欠缺, 竟要回到你本国去呢? 他回答, 没有什么欠缺, 只求你无论如何让我离开。 神又兴起一个人抵挡所罗门, 就是以利亚大的儿子利逊。 他是从他主人索巴王哈达底线那里逃出来的。 大魏击杀索巴人的时候, 利逊招聚了一些人, 自己做了这些土匪的领袖。 他前往大马士革, 住在那里, 又在大马士革做王。 在所罗门一生的日子, 利逊都抵挡以色列人, 他恨恶以色列人, 并且做了亚兰人的王。 另外, 哈达也不断为患。 所罗门王的臣仆, 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也举手攻击王。 他是喜利达的以法连人, 他母亲是个寡妇, 名叫席鲁亚。 他举手攻击王的情形是这样的。 所罗门重建米罗, 修补他父亲大魏城的破口。 耶罗波安这个人原是个有才干的人。 所罗门见这个年轻人做事殷勤, 就派他管理约瑟家的所有奴工。 有一次, 耶罗波安从耶路撒冷出来, 世罗人亚西亚先知在路上遇见他。 亚西亚身上穿着一件新衣, 那时田野里只有他们二人。 亚西亚拿着自己身上所穿的新衣, 把他撕成十二片, 对耶罗波安说, 你拿十片去吧。 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 看哪, 我必从所罗门的手里把国夺去, 把十个支派赐给你。 但是, 为了我的仆人大卫和为了我从以色列众支派中所拣选的耶路撒冷的缘故, 所罗门仍然可以拥有一个支派, 因为他们离弃了我, 去敬拜西顿人的女神亚斯塔路, 摩押人的神基摩和亚门人的神米勒公, 没有遵行我的道, 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 谨守我的律力典章, 像他的父亲大卫一样。 但是, 我不会把整个国家从他的手里夺去, 我必使他终身做人君。 是因我所拣选的仆人大卫, 谨守了我的诫命律力的缘故。 我要从他儿子的手中把国夺去, 赐给你十个支派。 至于所罗门的儿子, 我要给他一个支派, 好使我的仆人大卫在我所拣选立我名的城耶路撒冷, 在我面前常常有灯光。 我要拣选你, 使你可以照心里想望地去统治。 你必做以色列的王。 你若是听从我吩咐你的一切, 遵行我的道, 行我看为正的事, 谨守我的律力诫命, 像我的仆人大卫所行的一样, 我就与你同在, 为你建立一个巩固的朝代。 像我为大卫建立的一样, 并且我要把以色列赐给你, 因此我要使大卫的后裔遭受苦难。 不过, 却不是永远的。 于是所罗门想要杀死耶罗伯安, 耶罗伯安却逃往埃及去, 到了埃及王士萨那里, 就留在埃及, 只等到所罗门死了为止。 所罗门其余的是, 他所行的和他的智慧, 不是都写在所罗门记上吗? 所罗门在耶路撒冷做以色列众人的王, 共四十年。 所罗门与他的列祖同睡, 埋葬在他父亲大卫的城里。 他的儿子罗伯安接续他做王。 列王记上第十二章 罗伯安往事件去, 因为以色列众人都到了事件, 要立他做王。 尼巴的儿子耶罗伯安, 那时因逃避所罗门的面, 仍然住在埃及。 他听见了这事。 以色列人就派遣人去请他来, 于是耶罗伯安和以色列全体会众 都来见罗伯安, 告诉他说, 你父亲加给我们的重担, 现在求你减轻你父亲 使我们做的苦工 和加在我们背上的重担, 我们就服侍你。 罗伯安回答他们, 你们暂时回去, 三天以后再来见我。 众民就离开了。 罗伯安王请叫他父亲 所罗门在世的时候, 势力在他面前的长老说, 你们给我出个主意, 我应该怎样回答这名呢? 长老对他说, 今天, 如果王做这名的仆人, 服侍他们, 用好话回答他们, 他们就常做王的仆人。 可是, 王拒绝了老年人 给他出的主意, 反去请教那些 与他一起长大, 势力在他面前的年轻人, 问他们, 你们的主意怎样? 我应该怎样回复这名? 他们对我说, 请你减轻你父亲 加在我们身上的重担。 那些与他一同长大的年轻人 回答他, 这名对王说, 你父亲加重我们的重担, 现在求你减轻我们的重担。 你要这样回答他们, 我的小指头 比我父亲的腰还粗, 我父亲把一个重担 加在你们身上, 我要使你们 负更重的重担。 我父亲用鞭子责打你们, 我要用蝎子鞭责打你们。 耶罗伯安和仲明 照王所说三天以后 再来见我的那话, 第三天来见罗伯安。 王严厉地回答众人, 他拒绝了老年人 给他所出的主意, 却照着年轻人 给他所出的主意 对他们说, 我父亲加重你们所负的重担, 我要使你们负更重的重担。 我父亲用鞭子责打你们, 我要用蝎子鞭责打你们。 王不肯听从民众的请求, 因为这个转变 是出于耶和华, 为要应验他借士罗人 亚歇亚对尼巴的儿子 耶罗伯安所说的话。 以色列众人 见王不肯听从他们的请求, 就回答王说, 我们在大卫里面 有什么份呢? 我们在耶稀的儿子里面 也没有产业。 以色列人啊, 回你们自己的家去吧! 大卫啊, 照顾你自己的家吧! 于是, 以色列人都回自己的家去了。 不过, 住在犹大各城的以色列人 罗伯安仍然做他们的王。 罗伯安王拆派掌管做苦工之人的亚多兰 往以色列人那里去, 以色列众人却用石头打死他。 罗伯安王急忙上车逃回耶路撒冷去了。 这样, 以色列人背叛了大卫家, 直到今日。 以色列众人听说耶罗伯安回来了, 就派人去请他到惠仲面前, 立他做以色列的王。 除了犹大支派以外, 没有跟随大卫家的。 罗伯安来到耶路撒冷, 就召集了犹大全家和汴亚敏支派精选的战士18万人, 要与以色列家征战, 好把国夺回, 重归所罗门的儿子罗伯安。 但是, 神的话临到神人士玛雅说, 你去告诉所罗门王的儿子, 犹大王罗伯安。 犹大全家和汴亚敏, 以及其余的人民说, 耶和华这样说, 你们不可上去, 不可与你们的兄弟以色列人征战, 你们各自回家去吧, 因为这事是出于我。 众人就听从了耶和华的话, 照着耶和华的话回家去了。 耶卢伯安在以法连山地修筑了事件城, 就住在城中, 又从那里出去, 修建了皮努伊勒。 耶罗伯安心里说, 现在这国仍然要归回大卫家, 这民若是上去, 在耶路撒冷耶和华的殿里献祭, 这民的心就必归向他们的主犹大王罗伯安, 他们必把我杀了, 然后回到犹大王罗伯安那里去。 王打定了主意, 就做了两个金牛犊, 对救命说, 以色列人啊, 你们上耶路撒冷去实在够了, 看啊, 这是你们的神, 就是从埃及地领你们上来的那位。 他就把一个牛犊安放在伯特里, 一个安放在丹, 这是成了以色列人的罪, 因为众民都到丹那个牛犊面前敬拜。 耶罗伯安在秋潭那里建殿, 把不是立位子孙的平民立为祭司。 耶罗伯安又定了八月十五日为节旗, 像在犹大的节旗一样。 他自己在祭坛上献祭, 他在伯特利也是这样向他所铸造的牛犊献祭, 他又在伯特利为他所建造的秋潭设立祭司。 八月十五日就是他心里私定作为以色列人节旗的日子, 他在伯特利在自己所建的祭坛上献祭烧香。 猎王祭上第十三章 有一个神人奉耶和华的命令, 从犹大来到伯特利。 那时, 耶罗伯安正站在祭坛旁边烧香, 神人奉耶和华的命令, 向那祭坛喊叫说, 祭坛啊,祭坛啊, 耶和华这样说, 看呐, 大卫家要生一个儿子, 名叫约西亚, 他要把秋潭的祭司, 就是在你上面烧香的, 做祭物陷在你上面, 人的骨头也要在你上面焚烧。 那天, 神人提出一个兆头, 说, 这是耶和华的兆头, 看呐, 这祭坛必破裂, 祭坛上的灰必倾洒下来。 耶罗伯安王听见神人向伯特利的祭坛喊叫的话, 就从祭坛上伸手, 说, 抓住他。 王向他伸出的手, 却瘫痪了, 不能缩回来。 祭坛也破裂了, 灰从祭坛上倾洒下来, 好像神人奉耶和华的命令, 所提出的预兆一样。 王对神人说, 求你为我向耶和华你的神求情, 又为我祷告, 使我的手复原。 于是神人向耶和华求情, 王的手就复了原, 像起仙一样。 王对神人说, 请与我一起回王宫去, 吃点东西, 加添心力, 我还要赐给你一份礼物。 神人对王说, 你就是把王宫的一半给我, 我也不会与你回去, 也不在这地方吃饭喝水。 因为有耶和华的话吩咐我说, 你不可吃饭喝水, 也不可从你去的原路回来。 于是神人从另一条路去了, 没有从他来伯特利的原路回去。 有一个老先知住在伯特利, 他的儿子们来告诉他, 那一天神人在伯特利所行的一切事, 他们也把他对王所说的话, 都告诉了他们的父亲。 他们的父亲问他们, 神人从哪条路走了呢? 他的儿子们就把从犹大来的神人 所走的路指给他看。 他对儿子们说, 给我备驴。 于是他们给他备驴, 他就骑上去追赶神人, 遇见他正坐在橡树底下, 就问他, 你是从犹大来的神人吗? 他回答, 是的。 老先知对他说, 请你与我一起回家去吃饭。 神人说, 我不能与你回去, 或是与你同行, 也不能与你在这地方吃饭喝水, 因为有耶和华的话对我说, 你在那里不可吃饭喝水, 也不可从你去的原路回来。 老先知对他说, 我是先知, 和你一样。 有一位天使, 奉耶和华的命令告诉我说, 你去带他与你一起回家, 给他吃饭喝水。 但是, 老先知是欺骗他的, 于是, 神人与他一起回去, 在他的家里吃饭喝水。 他们二人正在席上吃喝的时候, 耶和华的话, 临到那把神人带回来的先知, 他就对那从犹大来的神人喊叫说, 耶和华这样说, 你既然违背了耶和华的命令, 没有谨守耶和华你的神吩咐你的诫命。 反倒回来, 在耶和华吩咐你不可吃饭喝水的地方, 吃了饭喝了水。 因此, 你的尸体不能入葬你列祖的坟墓里。 吃了饭喝了水之后, 老先知为他带回来的先知被驴, 他就去了。 在路上, 有一只狮子遇见了他, 就把他咬死了。 他的尸体被丢在路上, 驢子站在尸体旁边, 狮子也站在尸体旁边。 有人从那里经过, 看见尸体被丢在路上, 狮子站在尸体旁边, 就来到老先知所住的城里述说这事。 那把神人从路上带回来的先知听见了这事, 就说, 这是那违背了耶和华命令的神人。 耶和华把他交给狮子, 狮子就把他撕裂, 咬死了他, 正如耶和华对他说过的话。 老先知又吩咐他的儿子们说, 给我背驴。 他们就背了驴, 于是他去了, 看见神人的尸体被丢在路上, 驢子和狮子都站在尸体旁边, 那狮子并没有吃掉尸体, 也没有撕裂驢子。 老先知把神人的尸体抱起来, 放在驢子上, 带回自己的城里, 要为他举哀, 要埋葬他。 老先知把他的尸体埋葬在自己的坟墓里, 人们为他举哀说, 哀哉, 我凶啊! 埋葬他以后, 老先知就对儿子们说, 我死了以后, 你们要把我埋葬在神人的坟墓里, 把我的骸骨放在他的骸骨旁边, 因为他放耶和华的命令, 攻击伯特里的坛和在萨玛利亚各城秋坛上的殿, 所喊叫的话, 必定应验。 这事以后, 耶罗伯安还不从他的恶道转回, 竟然把平民立为秋坛的祭司, 愿意的, 他都把他们分别为圣, 立他们为秋坛的祭司, 这事成为耶罗伯安的家的罪, 以致他的家从地上被涂抹与除灭。 列王纪上第十四章 那时, 耶罗伯安的儿子亚比亚病了。 耶罗伯安对他的妻子说, 你起来, 改装, 是人认不出你是耶罗伯安的妻子。 到世罗去, 有亚西亚先知在那里。 他曾对我说, 我必做这名的王, 你要带十个饼, 一些饼干和一瓶蜜去见他。 他会告诉你孩子将要怎样。 耶罗伯安的妻子就这样行了, 他动身往世罗去, 到了亚西亚的家。 亚西亚因为年纪老迈, 眼睛昏花, 不能看见。 耶和华对亚西亚说, 看啊, 耶罗伯安的妻子 要来向你求问 关于他儿子的事, 因为他病了。 你要这样这样告诉他, 他进来的时候 必装作别的妇人。 他刚进门的时候, 亚西亚就听见他的脚步声, 就说, 耶罗伯安的妻子啊, 进来吧, 你为什么要这样改装呢? 我奉差派要把凶性告诉你。 你去告诉耶罗伯安。 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 我从人民中提拔了你, 又立了你, 做治理我的子民 以色列的领袖。 我把国从大魏家夺过来, 赏赐给你。 你却不像我仆人大魏那样, 谨守我的诫命, 以心跟从我, 行我看为正的事。 你反倒行恶, 比那些在你以前的更坏, 又去为自己制造了别的神和铸造偶像, 惹我发怒, 把我丢在背后。 因此, 我必使灾祸临到耶罗伯安的家, 我必剑除以色列中所有属于耶罗伯安的男丁, 无论是自由的或是不自由的, 我必铲除耶罗伯安的家, 像人扫除粪土一样, 直到完全除尽为止。 属于耶罗伯安的人, 死在城里的, 必被狗吃掉, 死在田野的, 必给空中的飞鸟吃掉, 因为这是耶和华说的。 所以, 你起来回家去吧, 你的脚一进城, 你的孩子就必死亡。 以色列众人要为他举哀, 把他埋葬。 属耶罗伯安的人中, 只有他可以入葬坟墓, 因为在耶罗伯安的家中, 只有他向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显出善行。 耶和华必为自己兴起一个王, 治理以色列。 他必建出耶罗伯安家, 今天就是时候了, 就是现在。 耶和华必击打以色列人, 他们就摆动, 像芦苇在水中摆动一样。 他要把以色列人从他赐给他们列祖的这块美地上拔出来, 把他们分散在右发拉底河那边, 因为他们做了亚舍拉, 惹耶和华发怒。 为了耶罗伯安所犯的罪, 又为了他使以色列人所犯的罪。 耶和华必丢弃以色列人。 耶罗伯安的妻子动身离去, 回到德萨, 他一踏进门坎, 孩子就死了。 以色列众人把他埋葬了, 又为他取哀, 好像耶和华借着他的仆人亚西亚先知所说的话一样。 耶罗伯安其余的事迹, 他怎样征战, 怎样作王, 都写在以色列诸王的年代至上。 耶罗伯安作王的日子共二十二年, 就与他的列祖同睡。 他的儿子拿达接续他作王。 所罗伯安的儿子罗伯安在犹大作王, 他登基的时候是四十一岁。 他在耶路撒冷, 就是耶和华从以色列各支派中所拣选。 在那里, 立他名的城作王十七年。 他的母亲名叫拿马, 是雅门人, 由大人行耶和华看为恶的事。 他们所犯的罪, 惹动他的肚愤, 比他们的列祖更厉害。 他们又为自己在各高纲上, 各茂盛树下建造秋坛、 神柱和亚瑟拉。 国内又有难记, 他们仿效耶和华在以色列人面前所赶出的外族人, 行了一切可赠的事。 罗伯安王第五年, 埃及王誓萨上来攻打耶路撒冷。 他夺去了耶和华的宝物和王宫的宝物, 并且把所有的东西都夺去了。 又把所罗门所做的一切金盾牌都夺了去。 罗伯安王做了铜盾牌代替那些金盾牌, 交给看守宫门的卫兵队长看管。 王每次进耶和华殿的时候, 卫兵就拿着这些盾牌, 随后又把盾牌送回护卫室里。 罗伯安其余的事迹和他所行的一切, 不是都写在犹大猎王的年代至上吗? 罗伯安与耶罗伯安之间常有战争。 罗伯安与他的列祖同睡, 与他的列祖一同埋葬在大卫的城里。 他的母亲名叫拿马, 是雅门人。 他的儿子亚比央接续他做王。 列王纪上第十五章 尼巴的儿子耶罗伯安王第十八年, 雅比央登基做尤大王。 他在耶路撒冷做王三年。 他的母亲名叫马加, 是压沙龙的女儿。 雅比央行他父亲在他以前所行的一切罪恶。 他的心不完完全全归向耶和华他的神, 像他先祖大卫的心一样。 然而, 耶和华他的神却因大卫的缘故, 使他在耶路撒冷仍然有灯光, 兴起他的儿子接续他做王, 并且兼立耶路撒冷。 因为除了赫人乌利亚内侍以外, 大卫都行耶和华看为正的事, 一生之中从来没有偏离耶和华所吩咐他的一切。 雅比央一生的日子中, 罗伯安与耶罗伯安之间常有战争。 雅比央其余的事迹和他所行的一切, 不是都写在犹大猎王的年代至上吗? 雅比央与耶罗伯安之间常有战争。 雅比央与他的列祖同睡, 人们把他埋葬在大卫城里, 他的儿子雅萨继承他做王。 以色列王耶罗伯安第二十年, 雅萨登基做犹大王, 他在耶路撒冷做王四十一年, 他的祖母名叫马加, 是鸭沙龙的女儿。 雅萨行耶和华看为正的事, 像他祖大卫一样。 他从国中除去妙计, 又除掉他列祖所作的一切偶像, 并且废除他祖母马加太后的后卫, 因为他为雅舍拉做了可怕的偶像。 雅萨把他那可怕的偶像砍下来, 在吉伦西旁烧掉, 只是秋潭还没有废去, 不过雅萨一生都完完全全归向耶和华。 雅萨把他父亲所分别为圣, 和他自己所分别为圣的金银和器皿, 都带到耶和华的殿里。 雅萨与以色列王巴沙在世的日子, 双方常有战争。 以色列王巴沙上来攻击犹大, 修筑拉玛, 不准人进出到犹大王雅萨那里。 于是,雅萨把耶和华殿和王宫的府库里 所剩下的金银都交在他臣仆的手中。 雅萨王差派他们到大马士革的雅兰王西巡的孙子, 塔伯立门的儿子汴哈达那里去, 说, 你父与我父之间曾经立过约, 我也要与你立约。 现在, 我把金银送给你做礼物, 请你去废除与以色列王巴沙所立的约, 好使他离开我。 变哈达听从雅萨王的话, 派遣他的众军长去攻击以色列的各城, 他们攻破了乙云、 旦、 雅伯、 伯玛加、 基尼列全境和拿弗塔利全帝。 巴沙听见了, 就停止修筑拉玛, 仍然留在德萨。 于是, 雅萨王通告犹大众人, 没有一个人例外。 他们就把巴沙修筑拉玛所用的石头和木料运走。 雅萨王用那些材料来修筑汴亚敏的加巴和米斯巴。 雅萨其余的一切事迹, 他的英勇事迹, 他所行的一切和他所建造的重城, 不是都写在犹大猎王的年代志上吗? 可是, 他年老的时候, 脚上却患了病。 雅萨与他的列祖同睡, 与他的列祖一同埋葬在他祖大卫的城里。 他的儿子约沙法接续他做王。 犹大王雅萨第二年, 耶罗伯安的儿子拿达登基做以色列王。 他做以色列王共二年。 拿达行耶和华看维厄的事, 跟随他父亲的路。 犯他父亲使以色列人陷在罪中的那罪。 以撒加家族亚西亚的儿子巴沙密谋背叛拿达。 拿达和以色列众人正在围攻菲利士帝的基比顿的时候, 巴沙在基比顿把拿达杀了。 犹大王雅萨第三年, 巴沙杀死了拿达, 接续他做王。 巴沙一做王, 就击杀了耶罗伯安的全家。 凡有气息的, 他都没有留下一个, 直到灭尽了。 正如耶和华借着他的仆人士罗仁亚西亚所说的话一样。 这是因为耶罗伯安所犯的罪, 和他使以色列人陷在罪中的那罪, 又因为他惹动耶和华以色列的神的怒气。 拿达其余的事迹和他所行的一切, 不是都记在以色列诸王的年代之上吗? 亚萨与以色列王巴沙在世的日子, 双方常常有征战。 犹大王亚萨第三年, 亚西亚的儿子巴沙在德萨登基做以色列的王, 共二十四年。 他行耶和华看为恶的事, 行耶罗伯安的路, 犯了耶罗伯安使以色列人陷在罪中的那罪。 列王纪上第十六章 耶和华的话临到哈尼纳的儿子耶护, 则被巴沙说, 我既然从尘埃中高举了你, 立你做我的子民以色列的领袖。 然而, 你却走耶罗伯安的路, 使我的子民以色列犯罪, 因他们的罪惹我发怒。 看啊, 我要除灭巴沙和他的家, 我要使你的家像泥巴的儿子耶罗伯安的家一样。 属巴沙的人, 死在城里的, 必被狗吃掉。 死在田野的, 必被空中的飞鸟吃掉。 巴沙其余的事迹, 他所行的, 以及他的英勇事迹, 不是都记在以色列诸王的年代至上吗? 巴沙与他的列祖同睡, 埋葬在德萨, 他的儿子以拉接续他做王。 再者, 耶和华的话, 借着哈尼拿的儿子耶护先知, 指责巴沙和他的家, 是因为他像耶罗伯安的家一样, 行了耶和华看为恶的事, 以他手所做的, 惹耶和华发怒, 又因为他击杀了耶罗伯安的家。 犹道王亚萨第26年, 巴沙的儿子以拉在德萨登基做以色列的王, 共二年。 他的臣仆心力, 就是统帅他一半战车的军长, 密谋背叛他。 那时他在德萨, 在管理德萨王家的雅杂的家喝醉了, 心力就进去击打他, 把他杀死了, 接续他做王。 这事发生在尤大王雅萨第27年, 心力一登基, 做了王位以后, 就把巴沙的全家击杀了, 连他的亲属和朋友也没有留下一个男子。 心力这样灭绝巴沙的全家, 是照着耶和华借耶护先知责备巴沙所说的话。 这是因为巴沙和他的儿子以拉的一切罪, 就是他们自己所犯, 又是以色列人陷在罪中的那些罪。 以虚无的神惹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发怒。 以拉其余的事迹和他所行的一切, 不是都记在以色列诸王的年代至上吗? 尤大王雅萨第27年, 心力在德萨做王七日, 那时, 众人正在安营围攻非力士人基比顿, 正在安营的众人听说, 心力已经密谋背叛, 又急杀了王。 于是, 以色列众人在那一天, 就在营中立了军长安利, 做以色列王。 安利和与他在一起的众人, 从基比顿上去, 围攻德萨。 心力看见成被攻占, 就走进了王宫的城堡里, 放火焚烧王宫, 自焚而死。 这是因为他所犯的罪, 行耶和华看维厄的事, 走耶罗伯安的路, 犯了他使以色列人陷在罪中的那罪。 心力其余的事迹和他密谋背叛的事, 不是都记在以色列诸王的年代至上吗? 那时, 以色列人分成两半, 一半跟从基纳的儿子提比尼, 要立他做王, 一半跟从安利。 跟从安利的人胜过了跟从基纳的儿子提比尼的人。 提比尼死了以后, 安利就做了王。 犹大王亚萨第31年, 安利登基做以色列王, 共12年, 在德萨做王6年。 安利用60公斤银子, 向萨玛购买了萨玛利亚山。 他在山上建造一城, 按山的原主萨玛的名, 给他所建造的城起名叫萨玛利亚。 安利行耶和华看维厄的事, 比他以前所有的王更厉害。 他行尼巴的儿子耶罗伯安的一切路, 犯了耶罗伯安是以色列人陷在罪中的纳罪。 以他们虚无的神, 惹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发怒。 按利其余的事迹, 他所行的和他所表现的英勇事迹, 不是都记在以色列诸王的年代之上吗? 按利与他的列祖同税, 埋葬在撒玛利亚。 他的儿子亚哈接续他做王。 犹道王亚萨第38年, 按利的儿子亚哈登基做以色列王。 按利的儿子亚哈在撒玛利亚做以色列王, 共22年。 按利的儿子亚哈行耶和华看维厄的事, 比他以前所有的王更厉害。 亚哈犯了尼巴的儿子耶罗伯安所犯的罪, 还以为是小事。 他又娶了西顿王耶巴利的女儿耶喜别做妻子, 去服侍巴利,敬拜巴利。 他在撒玛利亚建筑巴利庙, 又在庙里为巴利立了一座祭坛。 亚哈又做了亚瑟拉。 亚哈所行的惹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发怒, 比他以前所有的以色列王更厉害。 亚哈在位的日子, 伯特利人西伊勒重建耶利哥城。 他历城的根基的时候, 死了长子雅比兰, 安放城门的时候, 丧了幼子西哥。 正如耶和华借着难的儿子约书亚所说的话。 猎王纪上第十七章 你离开这里, 向东方去, 躲藏在约旦河东面的基利西旁。 你要喝那西里的水, 我已经吩咐乌鸦在那里供养你。 于是, 以利亚去了, 照着耶和华的话行了。 他去住在约旦河东面的基利西旁。 乌鸦早晨给他送饼和肉来, 晚上也送饼和肉来。 他也喝那西里的水。 过了一些日子, 那西就干了, 因为没有雨下在地上。 耶和华的话又临到以利亚说, 你起来, 往西顿的萨勒法去, 住在那里。 我已经吩咐那里的一个寡妇供养你。 于是, 以利亚起来, 往萨勒法去了。 她来到城门口的时候, 就看见一个寡妇在那里捡柴。 以利亚呼叫她说, 请你用器皿取点水来给我。 她去取水的时候, 以利亚又叫她说, 请你也给我拿点饼来。 她说, 我指着永活的耶和华你的神启示, 我没有饼, 缸里只有一把面粉, 瓶里只有一点油。 你看我正在捡两根柴, 然后回去, 为自己和儿子做饼。 我们吃完了, 就等死。 以利亚对她说, 不要惧怕, 照着你所说的去做吧。 不过, 要先为我做一个小饼, 拿出来给我, 然后才为你自己和儿子做饼。 因为, 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 刚里的面粉必不会用完, 瓶里的油绝不会短缺, 只等到耶和华降雨在地面上的日子。 她就去照着以利亚所说的做了。 她和以利亚以及她的家人吃了许多日子。 缸里的面粉果然没有用完, 瓶里的油也没有短缺, 好像耶和华借着以利亚所说的话一样。 这些事以后, 那妇人, 就是那个家庭的主人的儿子病了。 她的病情十分严重, 以至呼吸都停止了。 于是, 妇人对以利亚说, 神人啊, 我跟你有什么关系呢? 你进到我这里来, 使耶和华想起我的罪孽, 杀死我的儿子。 以利亚对她说, 把你的儿子交给我吧。 以利亚就从她的怀中把孩子接过来, 抱她上到自己所住的楼上去, 放在自己的床上。 以利亚呼求耶和华说, 耶和华我的神啊, 我寄居在这寡妇的家里, 你也降祸于她, 使她的儿子死去吗? 然后, 以利亚三次扶在孩子的身上, 向耶和华呼求说, 耶和华我的神, 求你恢复这孩子的生命吧。 耶和华垂听了以利亚的话, 孩子的生命果然恢复, 活过来了。 以利亚把孩子抱起来, 从楼上下到屋子里去, 把孩子交给她的母亲。 以利亚说, 看, 你的儿子活了。 妇人对以利亚说, 现在我知道你是神人, 耶和华借着你的口所说的话是真实的。 猎王纪上第十八章 过了许久, 到第三年, 耶和华的话, 临到以利亚说, 你去在亚哈面前出现, 我要降雨在地面上。 于是, 以利亚去了, 要在亚哈面前出现。 那时, 撒玛利亚发生十分严重的饥荒, 亚哈把她的家宰, 俄巴迪召了来。 原来俄巴迪是个非常敬畏耶和华的人。 耶喜别除灭耶和华众先知的时候, 俄巴迪带走了一百个先知, 每五十个人一组, 分散藏在山洞里, 又用饼和水供养他们。 亚哈对俄巴迪说, 你走遍这地, 到所有的水泉和溪水那里去看看, 也许我们可以找到青草, 使罗马能够生存, 免得牲畜灭绝。 于是他们分地巡视, 亚哈独自走一路, 俄巴迪独自走另一路。 俄巴迪在路上走的时候, 以利亚遇见了她。 俄巴迪认出她来, 就脸浮在地说, 你真是我主以利亚吗? 以利亚对她说, 我是, 你去告诉你主人, 说, 以利亚在这里。 俄巴迪说, 我犯了什么罪, 你竟要把你仆人 交在亚哈手里, 使她杀死我呢? 我指着永活的耶和华, 你的神启示, 没有一帮一国, 我主人不派人去找你的。 人们若是说, 你不在那里, 他就要那国帮启示说, 实在找不到你。 现在你说, 你去告诉你主人, 以利亚在这里。 我一离开你, 耶和华的灵, 就把你提到我不知道的地方去。 这样, 如果我去告诉亚哈, 他找不到你, 必定杀我。 你仆人, 却是自幼敬畏耶和华的。 难道, 没有人把我所做的事, 告诉我主吗? 就是耶喜别杀害耶和华众先知的时候, 我把一百个先知, 五十人一组的, 分别藏在山洞里, 又用饼和水供养他们。 现在你说, 你去告诉你主人, 以利亚在这里, 他必定杀我。 以利亚说, 我指着我所服侍, 永活的万君之耶和华启示, 今天我必在亚哈面前出现。 于是, 俄巴迪去见亚哈, 把这事告诉他。 亚哈就去见以利亚。 亚哈看见了以利亚, 就问他, 给以色列惹麻烦的这个人, 就是你吗? 以利亚说, 给以色列惹麻烦的不是我, 而是你和你父的家。 因为你们离弃了耶和华的诫命, 又去随从巴黎。 现在, 你要派人去召集以色列众人和四百五十个巴黎的先知, 以及耶喜别供养的四百个亚瑟拉的先知, 都上加密山来见我。 于是, 亚哈派人召集众以色列人和众先知上加密山去。 以利亚走进众人说, 你们三心两意, 要到几时呢? 如果耶和华是神, 你们就应当随从耶和华。 如果巴黎是神, 你们就应当随从巴黎。 众人一句话也不回答。 以利亚对众人说, 耶和华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 巴黎的先知却有四百五十个。 现在, 请给我们两头公牛, 让巴黎的先知自己挑选一头, 把它切成筷子, 放在柴上, 但不要点火。 我也预备一头公牛, 摆在柴上, 也不点火。 你们呼求你们神的名, 我也呼求耶和华的名。 那降火来显示回答的神, 就是神了。 众人都回答, 这话说得很好。 以利亚对巴黎的众先知说, 你们既然人多, 可以先为自己选一头公牛, 预备好了, 就呼求你们神的名, 但不要点火。 他们把人给他们的公牛牵了来, 预备好了, 就从早晨直到中午, 呼求巴黎的名, 说, 巴黎啊, 应允我们吧! 可是, 没有声音, 也没有回应。 他们就在锁竹的祭坛周围跳舞, 到了中午, 以利亚嘲笑他们说, 大声呼求吧, 因为他是神, 也许他正在默想, 或事物繁忙, 或正在旅行, 或正在睡觉, 你们要把他叫醒。 他们就大声呼求, 按着他们的规矩, 用刀和枪刺自己, 直到身体流血。 中午过后, 他们继续狂呼乱叫, 直到献晚祭的时候。 可是, 仍没有声音, 没有回应, 也没有理睬他们的。 以利亚对众人说, 你们走进我这里来。 众人就都走进他面前。 他重修已经毁坏了的耶和华的祭坛。 以利亚照着雅各子孙支派的树木, 拿了十二块石头。 耶和华的话曾临到雅各说, 你的名要叫以色列。 以利亚奉耶和华的名, 用这些石头竹了一座坛。 在坛的四周挖钩, 可容十四公升种子, 然后把柴排好, 又把公牛切成筷子, 放在柴上, 就说, 你们盛满四桶水, 倒在樊祭和柴上。 又说, 到第二次。 他们就到第二次。 又说, 到第三次。 他们就到第三次。 水流到祭坛的四周, 甚至水沟里也满了水。 到了献晚祭的时候, 以利亚先知进前来, 说, 亚伯拉罕, 以萨, 以色列的神耶和华, 求你今天使人知道, 你是在以色列中的神。 我是你的仆人, 又是奉你的命令, 行这一切事。 耶和华啊, 求你应允我, 应允我, 使这民知道, 你耶和华是神, 又知道, 是你使这民的心, 再回转过来的。 于是, 有耶和华的火降下来, 吞灭了繁迹, 木柴, 石头和尘土, 连沟里的水也烧干了。 众人看见了, 就面浮于地, 说, 耶和华是神, 耶和华是神。 以利亚对他们说, 捉住巴黎的先知, 一个也不要让他们逃脱。 于是众人捉住他们, 以利亚带他们下到基顺河边, 在那里杀了他们。 以利亚对雅哈说, 你上去吃喝吧, 因为已经有下大雨的响声了。 雅哈就上去吃喝。 以利亚上了加密山顶, 屈身在地, 把脸放在两膝之间。 以利亚对自己的仆人说, 你上去向海那边观看。 她就上去观看, 说, 什么也没有。 以利亚说, 你再回去观看。 这样说了七次。 到第七次, 仆人说, 我看到一小片乌云, 好像人的手掌那么大, 正在从海里升上来。 以利亚说, 你上去告诉雅哈, 赶快套车下山, 免得被大雨所阻。 煞时之间, 天空因风云而变为黑暗, 随着降下大雨来。 于是, 雅哈坐上了车, 往耶色列去了。 耶和华的能力临到以利亚的身上, 以利亚就竖上腰, 跑在雅哈的前头, 直跑到耶色列的城门口。 雅哈把以利亚所行的一切, 和她用刀杀死众先知的一切事, 都告诉了耶喜别。 耶喜别就拆派一个使者去见以利亚说, 明天这个时候, 如果我不使你的性命像那些人一样, 愿神明惩罚我, 并且加倍惩罚我。 以利亚害怕, 就起来逃命去了。 她到了犹大的别世巴, 就把自己的仆人留在那里, 她自己却在旷野走了一天的路, 来到一棵罗藤树下, 就坐在那里求死, 说, 耶和华, 现在已经够了, 求你取我的性命吧, 因为我并不比我的列祖好。 她躺在那棵罗藤树下睡着了, 忽然有一位天使拍她, 说, 起来吃吧。 她张眼一看, 只见头旁有用炭火烤的饼和一瓶水, 她就起来吃喝, 然后又躺下去。 耶和华的使者第二次回来拍她, 说, 起来吃吧, 因为你要走的路程太远了。 于是, 她起来吃喝, 靠着那食物的力量, 她走了四十昼夜, 只走到神的山, 就是和列山。 她在那里进了一个洞, 就在洞里过夜。 耶和华的话临到她, 说, 以利亚, 你在这里干什么? 她说, 我为耶和华万军的神大发热心, 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 拆毁了你的祭坛, 用刀杀死了你的众先知, 只剩下我一个人, 他们还在寻所, 要取去我的性命。 耶和华说, 你出来, 站在山上, 在我耶和华面前。 那时, 耶和华从那里经过, 在耶和华面前有强烈的大风, 山崩十岁, 但耶和华不在风中。 风过以后, 有地震, 但耶和华也不在地震中。 地震过后, 有火, 耶和华也不在火中。 火后, 有低违柔和的声音。 以利亚听见了, 就用自己的外衣蒙着脸, 走出来, 站在洞口。 忽然有声音向她说, 以利亚, 你在这里干什么? 以利亚说, 我为耶和华万军的神大发热心, 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 拆毁了你的祭坛, 用刀杀了你的众先知, 只剩下我一个人, 他们还在寻所, 要取去我的性命。 耶和华对他说, 你离去吧, 从你来的路, 回到大马士革的旷野去。 你到了那里, 就要高哈靴做亚兰王, 又要高宁氏的孙子耶和做以色列王, 还要高亚伯米和拉人杀法的儿子以利沙, 接训你做先知。 将来, 逃得过哈靴的刀的, 必被耶和杀死, 逃得过耶和的刀的, 必被以利沙杀死。 但我在以色列人中留下七千人, 他们全是未曾向巴黎驱过膝的, 也未曾与巴黎亲过嘴的。 于是, 以利亚离开那里去了, 她遇见沙法的儿子, 以利沙正在耕田, 在她面前有十二对牛, 她自己正在赶着第十二对牛。 以利亚走过她那里去, 把自己的外衣披在以利沙身上。 以利沙就撇下那些牛, 跑在以利亚的后面, 说, 请你允许我与父母亲吻别, 然后我就跟随你。 以利亚对她说, 你回去吧, 我向你做了什么呢? 以利沙就离开她回去了, 她牵了一对牛来宰了, 用套牛的器具把牛煮熟, 就分给众人, 他们都吃了。 然后以利沙就起来, 跟随以利亚服侍她。 猎王纪上第二十章 亚兰王宾哈达聚集她的全军, 有三十二个王与她在一起。 她带着战马和战车 上去围困撒玛利亚, 攻打那城。 她派遣一些使者进城 去见以色列王雅哈, 对她说, 变哈达这样说, 你的银子, 你的金子都是我的, 你的妻子和你最健壮的儿女 也是我的。 以色列王回答说, 我主我王啊, 就照着你所说的, 我和我所有的一切都可以归你。 那些使者再来说, 变哈达这样说, 我曾经拆派人对你说, 你要把你的银子, 你的金子, 你的妻子和你的儿女都给我。 明天大约这个时间, 我要拆派我的臣仆到你那里去, 他们要搜查你的王宫和你臣仆的家。 凡是他们看为宝贵的, 他们都要下手拿走。 以色列王把国中所有的长老都召了来, 对他们说, 请你们想想, 看这人怎样的麻烦。 他曾经拆派人来我这里要我的妻子, 我的儿女, 我的银子和我的金子, 我都没有拒绝他。 众长老和人民对王说, 不要听从他, 也不要答应他。 于是, 雅哈对变哈达的使者说, 请你们告诉我主我王说, 王第一次拆派人来向你仆人所要的一切, 我都必照办。 可是, 这次所要的, 我却不能照办。 于是使者去了, 把这些话回复变哈达。 变哈达又拆派人去见雅哈说, 桑玛利亚的尘土若是足够跟从我的人每人捧一捧的话, 愿神明惩罚我, 并且加倍惩罚我。 以色列王回答说, 你们去告诉他, 佩戴武器的人不可像解除武器的那样自夸。 变哈达与众王正在帐篷里喝酒, 一听见了这话, 就对他的臣仆说, 你们列队进攻! 他们就列队进攻那城。 这时, 忽然有一个先知前来见以色列王雅哈说, 耶和华这样说, 你看见这些强大的军兵吗? 看啊, 今天我必把他们交在你手里, 你就知道我是耶和华。 雅哈问, 借着谁呢? 先知回答, 耶和华这样说, 借着跟从各省省长的年轻人, 雅哈又问, 谁先开战呢? 先知说, 是你。 于是, 雅哈数点了跟从各省省长的年轻人, 共有232人。 以后, 他又数点所有的人名, 以色列重名共有7000人。 在正午, 宾哈达与帮助他的32个王正在帐篷里痛饮的时候, 他们出发了。 的年轻人, 军兵跟在他们后面, 他们个人遇见对手就杀。 亚兰人逃跑, 以色列人追赶他们。 亚兰王便哈达骑着马, 与一些寄兵一起逃走。 以色列王出来, 攻打战马和战车, 大大的击败了亚兰人。 那先知前来见以色列王, 对他说, 你要自强, 留意看看你所要预备的, 因为明年春天, 亚兰王必再上来攻击你。 亚兰王的臣仆对亚兰王说, 以色列人的神是山神, 所以他们比我们强, 但我们若是在平原上与他们争战, 我们必比他们强大。 王应该这样做, 把众王个人的职务解除, 另立军官代替他们, 又照着王损失的军兵的树木, 招募一支新的军队, 照树补充战马和战车, 然后, 我们可以与他们在平原上作战, 我们必定比他们强。 王听从他们的话, 并且这样行了。 过了年, 宾哈达数点了亚兰人, 就上到亚福去, 要与以色列人征战。 以色列人数点人数, 预备了粮食, 就去迎战亚兰人。 以色列人对着他们安营, 好像两小群山羊羔, 亚兰人却满布了那地。 有一位神人前来对以色列王说, 耶和华这样说, 因为亚兰人说耶和华是山神, 不是平原的神, 所以我要把这些强大的军兵交在你手里, 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 以色列人和亚兰人相对安营, 共七天。 到了第七日, 两军终于接战了。 那一天, 以色列人杀了亚兰人步兵十万, 余下来的都逃入亚福城里, 城墙倒塌, 压死了余下来的二万七千人。 便哈达也逃到城里来, 躲进一间密室里。 他的臣仆对他说, 我们听说以色列家的王都是仁慈的王, 我们不如妖术麻布, 投套绳索出去投降以色列王, 或许他会使你的性命存活。 于是他们妖术麻布, 投套绳索来见以色列王, 对他说, 你的仆人便哈达说, 求你使我的性命存活。 亚哈说, 他还活着吗? 他是我的兄弟。 那些人认为这些话是个急兆, 急忙抓住他的话, 说, 便哈达是王的兄弟。 亚哈说, 你们去请他来。 便哈达出来见王, 亚哈就去请他上车。 便哈达对王说, 我父亲从你父亲夺得的重诚, 我都必还给你, 你可以为自己在大马士革设立市场, 像我父亲在撒玛利亚设立市场一样。 亚哈说, 我与你立了这样的约, 就放你去。 于是, 他和便哈达立了约, 就放他走了。 先知门徒中, 有一个人奉耶和华的命令, 对他的一个同伴说, 你打我吧。 可是, 那人却不肯打他, 他就对那人说, 因为你不听从耶和华的话, 你一离开我, 就必有狮子咬死你。 那人一离开他, 果然遇见了狮子, 把他咬死。 先知的门徒又遇见另一个人, 对他说, 你打我吧。 那人就打他, 把他打伤。 于是, 那先知去了, 在路旁等候王, 他用头巾蒙住自己的眼睛, 把自己改了妆。 王从那里经过的时候, 他向王呼叫说, 你仆人出征, 在战阵之中, 忽然有一个人转过来, 带了另一个人来见我, 说, 你看守这个人, 他若是走失了, 就要你替他偿命, 否则你要支付三十公斤银子。 你仆人正在忙着忙那的时候, 那人就不见了。 以色列王对他说, 你的判案就是这样, 你已经自己判决了。 他急忙把蒙在眼上的头巾除下, 以色列王就认出他是一个先知。 先知对王说, 耶和华这样说, 因为你把我要灭绝的人从你手中放走, 所以要你替他偿命, 要你的人民抵偿他的人民。 于是, 以色列王闷闷不乐回到撒玛利亚, 自己的王宫里去了。 列王记上第21章 耶色列人拿博在耶色列有一个葡萄园, 靠近撒玛利亚王雅哈的王宫。 雅哈对拿博说, 把你的葡萄园让给我, 我可以用作菜园, 因为你的葡萄园靠近我的王宫, 我要把一个更好的葡萄园与你交换。 如果你喜欢, 我也可以按市价给你银子。 可是拿博对雅哈说, 耶和华绝对不容许我把祖业给你。 雅哈因为耶色列人拿博对他说, 我不能把祖业给你, 就闷闷不乐回到宫里。 他躺在床上, 脸抄向内也不吃饭。 他的妻子耶喜别进来见他, 问他说, 你为什么心里这么烦闷, 连饭也不吃呢? 雅哈回答他说, 因为我对耶色列人拿博说, 把你的葡萄园让给我, 我付你银子, 或者你喜欢的话, 我可以用另一个葡萄园与你交换。 可是他说, 我不能把我的葡萄园让给你。 他的妻子耶喜别对他说, 你现在不是统治以色列的王吗? 直管起来吃饭, 心神畅快, 我并能把耶色列人拿博的葡萄园给你。 于是耶喜别以雅哈的名义写了一些信, 然后把这些信送给那些住在拿博城里的长老和贵胄。 他在信上写着说, 你们要宣告禁食, 使拿博坐在民间的守卫上, 又叫两个匪徒坐在拿博的对面, 做见证控告他说, 你曾经咒诅神和君王, 然后把他拉出去, 用石头把他打死。 于是拿博城里的人就是那些与拿博同住一城的长老和贵胄, 都照着耶喜别送给他们的信上所写的去行。 他们宣告禁食, 使拿博坐在民间的守卫上, 然后两个匪徒来坐在拿博的对面。 这两个流氓当众做见证控告拿博, 说, 拿博曾经咒诅神和君王。 众人就把拿博拉出城外, 用石头打他, 把他打死了。 于是他们派人去见耶喜别, 说, 拿博已经被人用石头打死了。 耶喜别听见拿博已经被人用石头打死了, 就对雅哈说, 你起来, 去占有那耶斯列人拿博从前不肯给你的葡萄园, 因为拿博现在没有命了, 他已经死了。 雅哈听见拿博已经死了, 就起来, 吓到耶斯列人拿博的葡萄园那里去, 要占有那园。 你又要对他说, 耶和华这样说, 狗在什么地方舔拿博的血, 也必在什么地方舔你的血。 雅哈对以利亚说, 我的仇人啊, 你找到了我吗? 以利亚说, 我找到你了, 因为你出卖了你自己, 去行耶和华看为恶的事。 耶和华说, 看啊, 我必使灾祸临到你, 除灭你的后代。 在以色列中属雅哈的男丁, 无论是自由的或是不自由的, 我都要除灭。 我要使你的家像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的家, 又像亚西亚的儿子巴沙的家, 因为你惹我发怒, 又因为你使以色列人陷在最终。 至于耶喜别, 耶和华也说, 狗必在耶斯列的地方吃耶喜别的肉, 属雅哈的人, 死在城里的, 必被野狗吃掉, 死在田野的, 必被空中的飞鸟吃掉。 只是从来没有人像雅哈的, 他受了他妻子耶喜别的引诱, 出卖了他自己, 行耶和华看为恶的事, 他按照耶和华在以色列人面前赶走的亚摩利人所行的一切, 跟从偶像, 行了非常可憎的事。 雅哈听见这些话, 就撕裂自己的衣服, 披上麻布, 进食, 睡在麻布上, 并且神色颓丧地行走。 耶和华的话, 临到提斯比人以利亚说, 你看见了雅哈在我面前怎样谦卑自己, 因为他在我面前谦卑自己, 所以他还在世的日子, 我必不降这灾祸, 到他儿子的日子, 我必降这灾祸与他的家。 亚兰人和以色列人之间连续三年没有战争, 到了第三年, 犹大王约沙法下去见以色列王。 以色列王对他的臣仆说, 你们知道吗? 激烈的拉摩原属于我们, 我们怎可静坐不动, 不把他从亚兰王的手中夺回来呢? 亚哈问约沙法, 你肯与我一起到激烈的拉摩去作战吗? 约沙法回答以色列王, 你我不分彼此, 我的人民就像是你的人民, 我的战马就像是你的战马。 约沙法又对以色列王说, 现在请你先求问耶和华。 于是以色列王把众先知聚集了来, 约有四百人, 问他们, 我可以去攻打激烈的拉摩吗? 或是应当忍耐不去呢? 他们说, 你可以上去, 主必把纳成交在王的手里。 约沙法说, 这里不是还有耶和华的先知, 我们可以求问他吗? 以色列王对约沙法说, 还有一个人, 我们可以托他求问耶和华, 不过我憎恨他, 因为他对我说的预言都是凶话, 不是极话, 这人就是阴拉的儿子米嘎亚。 但约沙法说, 请王不要这么说。 于是, 王召了一位太监来, 说, 快去把阴拉的儿子米嘎亚召来。 以色列王和尤大王约沙法穿着巢服在撒玛利亚城门口的广场上, 个人坐在自己的王位上, 所有的先知都在他们面前说预言。 基拿拿的儿子西底嘉做了些铁角说, 耶和华这样说, 你要用这些铁角抵触亚兰人, 直到把他们完全消灭。 所有的先知也都这样预言说, 你可以上激烈的拉莫去, 必得胜利, 因为耶和华必把纳成交在王的手里。 那去照米嘎亚的使者对米嘎亚说, 看啊, 这里的众先知都异口同声地对王说极话, 请你与他们一样说极话。 米嘎亚说, 我指着永活的耶和华启示, 耶和华吩咐我什么, 我就说什么, 米嘎亚来到王那里的时候, 王就问他, 米嘎亚, 我们可以到激烈的拉莫去作战吗? 或是要忍耐不去呢? 米嘎亚回答雅哈, 你可以上去, 必得胜利, 因为耶和华必把纳成交在王的手里。 王对他说, 我要嘱咐你多少次, 你才奉耶和华的名, 对我只说真话呢? 米嘎亚说, 我看见以色列人四散在身上, 好像没有牧人的羊群一样。 耶和华说, 这些人没有主人, 是他们平平安安各自回家吧。 以色列王对约沙法说, 我不是告诉过你, 这人对我说的预言, 总不说极话, 只说凶话吗? 米嘎亚说, 因此, 你要听耶和华的话, 我看见耶和华坐在他的宝座上, 天上的万军都势力在他的左右。 耶和华说, 谁去引诱雅哈, 使他上激烈的拉莫阵亡呢? 又说这样的, 又说那样的。 后来, 有一个灵出来, 站在耶和华面前说, 我去引诱他。 耶和华问他, 你用什么方法呢? 他回答, 我要出去, 在雅哈所有先知的口中, 做说谎的灵。 耶和华说, 你可以去引诱他, 你也必能成功, 你去这样行吧。 现在, 耶和华已经把说谎的灵, 放在你这些先知的口中, 耶和华已经命定灾祸临到你。 基拿拿的儿子西底加进前来, 打米干亚的脸颊说, 耶和华的灵怎样离开了我, 去与你说话呢? 米干亚说, 你进密室躲藏的那一天, 就必看见了。 以色列王说, 把米干亚带回去, 交给市长亚门和王的儿子约阿师, 说, 王这样吩咐, 把这人囚在尖里, 烧给他食物和水, 直到我平平安安回来。 米干亚说, 如果你真的可以平平安安回来, 那么耶和华就没有借着我说话了。 他又说, 众迷呢, 你们都要听。 于是, 以色列王和尤大王约沙法上激烈的拉末去了。 以色列王对约沙法说, 我要改装上战场去了, 你可以仍穿自己的巢服。 于是, 以色列王改装到战场去了。 亚兰王曾经嘱咐他的三十二个战车长说, 无论大小将兵, 你们都不要与他们征战, 只要与以色列王征战。 战车长们看见约沙法的时候就说, 这人必是以色列王。 他们就转过去与他征战, 约沙法便喊叫起来。 战车长们一见他不是以色列王, 就转回来不追赶他了。 有一个人随便射了一箭, 竟射中了以色列王铁甲与护胸甲之间的地方。 王对驾车的说, 你把车转过来, 再我离开战场吧, 我受了重伤。 那一天, 战争不断升级, 有人扶着王站在车上抵挡亚兰人, 到了黄昏, 王就死了。 血从伤口流到战车的底下去。 约在日落的时候, 有命令传遍军中说, 各归各城, 各归各地吧。 王死了以后, 人们把他送回撒玛利亚, 埋葬在那里。 他们在撒玛利亚的池旁, 妓女洗澡的地方, 清洗战车, 有狗来舔雅哈的血, 正如耶和华说过的话一样。 雅哈其余的事迹, 他所做的一切, 他建造的象牙宫, 和他重建的一切城镇, 不是都记在以色列诸王的年代至上吗? 雅哈与他的列祖同税, 他的儿子雅哈谢接续他做王。 以色列王雅哈第四年, 雅撒的儿子约沙法登基做游大王。 约沙法登基的时候是三十五岁, 他在耶路撒冷做王二十五年, 他母亲名叫阿苏巴, 是施利西的女儿。 约沙法遵行他父亲雅萨所行的一切, 总不偏离, 行耶和华看为正的事, 只是秋潭还没有废去, 人民仍在秋潭上献祭烧香。 约沙法王与以色列王和平相处。 约沙法其余的事迹, 他做过的英勇的事, 和他怎样征战的事, 不是都写在犹大列王的年代志上吗? 约沙法把父亲雅萨在世时 遗留下来的妙记都从国中除灭。 那时以东没有王, 由总督统治, 约沙法建造了他师船只, 要到俄肥去运金子, 可是不能开船, 因为船只在以寻加别坏了。 那时雅哈的儿子雅哈谢对约沙法说, 让我的仆人与你的仆人一同坐船去吧。 但是约沙法不肯。 约沙法与他的列祖同睡, 与他的列祖一同埋葬在他先祖大卫的城里。 他的儿子约兰接续他做王。 犹大王约沙法第十七年, 雅哈的儿子雅哈谢在撒玛利亚登基做以色列王。 他做以色列王两年。 他行耶和华看维厄的事, 行他父亲的道和他母亲的道, 又行尼巴的儿子耶罗伯安使以色列人陷在罪中的道。 他侍奉巴利,敬拜巴利, 照着他父亲所行的一切, 惹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发怒。 。